你们的下班了吗 多难被发现了不承认 还要揭穿吗 你看啊 你说的这个东西都是叫 叫动作 对吧 揭穿是一个动作 不是目的 你的提问里头没有目的 我不知道你的动作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动作能不能做 对不对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 吃晚饭吗 吃晚饭了吗 边看我边吃 我们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 对吧 我们一直都给大家提倡的是目标为导向 如果你没有目标 我不知道你的任何一个动作是该做还是不该做的 只有围绕着你的目标 我才知道你一个动作 该做还是不该做 就好像我常常说看手机 你们为什么要看 看完了以后 你的一二三四五是什么 对吧 而不是 无用故乱躺的没事干 来把你手机给我看一下 那你想好了吗 你想好了 你后面的应对动作是什么了吗 对不对 结果是什么 嗯 好努力曲曲 这样都不休息 对我来说 跟你们聊天就是休息 如果生病了还不能直播的话 我就更难受了 我就会好得更慢了 来欢迎大家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宝宝 先左上角点个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v一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给个圈圈的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大家 好了 我们直接开始连麦了 要连麦要预约连麦啊 要预约连麦 你们要去找小助理预约连麦 哈喽 你好 你是我们闺蜜圈的 是吗 是的 你好你好 好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你 也非常非常荣幸 今天5月18号 是我重生的日子 感谢你 曲曲 我的问题是两个 我的问题是两个 第一 请问曲曲对你自己现在 引号为女性自我发展助力的事业 回引号中的战友和队友 有什么期望 基于我的情况 怎样努力 啥叫战友队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的行径方向对不对 如何校准方向 我的方向是 工作上跳槽 40岁前做到CEO 以及和现有的 海外的一个男友 想尽快的拿身份 身份是我的目的 然后 这是我的两个问题 下面我要介绍我的基本情况 可以吗 好 谢谢曲曲 你好美 我现在不能看你的眼 看见你的脸 我就忘记要说什么了 好 基本情况 我31岁 扯过快乐症 女儿10岁 这个学历是211的本硕 海外博士 今年9月入学 工作是国际一线大厂的HRVP 然后现金部分的年收入200个 股权之类的就是有400 还没有归属 我是92年出生 就今年31岁 我母亲是老师 从小我一岁的时候 就是家里面 这就是那个单亲家庭 爸爸走得比较早 母亲是老师 一路给我带大 就是小学初中高中 就鸡娃的妈妈 一共跳过三级 19岁我就大学毕业 20岁就和我的大我 12岁的一个苹果前夫 结了婚 21岁生了女儿 25岁就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就就分开了女儿今年10岁 一直都是前夫带 然后我一路就是从本科毕业之后 在自我精进的道路上 就是就是一路成长 自己本人是脾式 扛燥 有药性 就是火一样素养的一个HRVP的 这个角色 就一路这么走上来 然后我也这个也考过心理咨询师 就是对您团队 我是非常想要加入的 就是您团队的老师们 我也都从从这个各种号上了解到 就是这个 我相信所有和我一样关注区区的人 首先女性 她是有自我发展的诉求的 那么这是我就问题 请问您对这个 如果你在 在当然这个全国女性 至少占全国人口的一半 那如果大家都吸收为区区的学员 都向着你这个力量向上发展的话 现有的老师团队是一定不够的 一定还需要有心的老师 所以请给 期许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 那期望 就你希望你的队友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你都已经进来了 你应该直接去跟我们的那个 舒威小姐姐去提你诉求就好了 但是我听你的意思下来 你是可以去做CEO的人 你怎么想跑我们去做导师 干啥呀 我也想不能 不能更多的女性吧 不能更多的人 我觉得 我觉得一辈子能把一件事做好 就很好了 事实上啊 说实话 在我们这边做导师 现在做的好的导师 他们都是原来走磁禁赛道的人 都是 都是走了很多年磁禁赛道 并且跟很多很多 认 这个 对吧 男朋友 这个必须呢 大家是通过这个路径 而且呢 拿到了很不错的结果 而且尤其是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体系 拿到了很不错的结果 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你是一个走雄净赛道的人的 对 是的 嗯 就是好像也没有在男的身上搞过米 都是靠自己 对呀 但是他们会帮助我的职场一路上 对呀 你是要当CEO的人呢 就是我现在要做 那那我就是 嗯 好的 那个就是 呃 应该是还是不够努力 成为VP 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您见到面 然后当面聊 第二个就是我的方向啊 就是现在 嗯 是的 是的 我的方向是 我从业13年一直做人力 然后现在是VP 再往上走的话 我现在的这个盘子 再往上走 其实很难 呃 我我知道很难 然后我就想要再做跳槽 我的稳定性比较强 我前八 前11年都是在世界500强的一个 制造业的外企 然后 其实近现在的这个大厂才 两年的时间 那么这两年 我认为可以毕业了 再往上走 呃 就是 有这么几个机会 嗯 第一个呢 是新加坡的 就是现在 那个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的 职位 呃 第二个呢 是在 呃 呃 不能叫 呃 第二个就是 就是企鹅 的一个职位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回 传统制造业 在深圳 你去算了吧 你去算了吧 啊 好的 好的 然后就是 就是这 这两个方向 因为我的诉求 还是想找海外的 就想要拿身份 想要 那去新加坡 一个海外的 现在有米的都在新加坡了 嗯 OK 好的 好 那我先来说一下感情可以吗 还有几分钟 四分钟 不知道 还有 三分钟 三分钟 好 现在有一个 呃 这个 咱们国家某特别行政区 赌博的一个地方 的男友 然后 不能说的 这两个字是禁止 哦 对不起 嗯嗯 好的 好的 您已经知道了 就是想要 就是跟他快速的 领证 结婚 就是到现在为止 两个月已经非常上头了 没有发生任何 就您教的基本盘 什么基本方法呀 之类的 于我 我用到这儿 就用到他身上 完全是降维打击 就是他的 基本 他的这个条件情况 可我是相匹配的 然后40岁单身 未婚 我怎么样能 搞定短期内结婚呢 你现在有陪伴老师吗 你陪伴老师是谁 还没选呢 哦 你你你直接 一直找陪伴老师 然后每天告诉你 怎么交流 不是好了吗 你就这 往婚姻方向引导就好了 正常谈就完了呀 还要快速搞定 因为他快速搞定 对 因为我想的是 晚上跟谁结 都是结 先跟他结了以后 因为我要跳槽嘛 我要去别的地方工作 他拴不住我 我先把证领了 以后 我在 我在干我的正顶事 就是先搞自己的事业 你可别 你可别跟人家说 你跟别人结了婚 你就要跑了 也 可能大概 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 因为 这个话 人家心里要打鼓了呀 嗯 他会说 他会 他说 他知道我是要求 精进和上进的 他会跟着我走 就我去哪 他就去哪 开个店呀 做个事业什么的 你们俩 两个月啥还没发生 聊的这些东西能信吗 对 哦 对 我还没跟您汇报米的情况 两个月直下了 直下了一个 嗯 小米 这个米不米的没关系 两个月 一个 一个四十岁的 未婚精英男 对吗 对 他可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忽悠 好吗 那只是两个人都知道 啊 对方在套路 OK 我就被套路吧 只是这样 明白吗 你不要 你不要把这个事想的太 太简单了 这种东西一定是 一定是 正还是按照正常路径来走的 你不要想的那么好 不要想的那么好 太夸张了啊 他是没结过魂 还是结过魂 现在是单身 没结过 没结过魂 四十岁还单身在 像这种男的男搞得很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把那个 你一下子把个调性起那么高 回头 你的期待值太高了 预期先把他拉回来 先好好相处就行 然后该 该往这个 就是聊未来的远景 就聊未来的远景 但是 但是这种人 我觉得难啊 难 四十岁没结婚 你现在想把他搞定男 嗯 怎么上公司 来吧 行我还是 怎么来 该怎么上头怎么来 也别想着老去引导付出什么的 为什么呢 他要是那么愿意付出 他早结婚了 嗯 我们 嗯 对 嗯 是 好吧 主要还是感谢 曲曲 嗯 谢谢你给我的生命 让他告诉你 让他看一下你们的情况就好了 好好 谢谢你给我的生命 带来了能量 非常感谢 这样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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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两天 刚刚进我们恢秘圈的一个 宝宝 嗯 我们美好呀 美好 我告诉你们 个个 有一个算一个 单身的女的 遇到那个四十岁 没结过婚的 优质精英男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不喜欢的 没有不上头的 这个男的让你越上头 说明他越是恋爱老手 啊 这个男的让你越上头 让你越喜欢 让你觉得越是 哎呀 如娇似奇 如火如荼 越是说明他是恋爱老手 知道吗 那就是酒精沙场的人 他才能够跟你演的这么像 哈哈哈哈 好吧 OK 除非他长得贼丑 然后又让你不上头 你完全对他就是 纯粹是资源上的吸引 完全没有对这个人的吸引 那这种 有可能那叫老光棍 那叫老光棍啊 那就不是一个概念了 知道吗 谁跟你说男人四十岁是 身体半报废呀 男的四十岁身体好着了呢 好吗 哈哈 四十岁的男的身体好着呢 你这胡说八道 这是啥 来 但没有关注的宝宝 昨晚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投降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哎你好曲曲你好 你说 你好 关注你特别久了 已经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了 然后谢谢你 带给我的成长和支持 对 然后我想跟您 说一下我基本情况 首先呢 就是我的基本盘是 我是24岁 然后我是海外留学的硕士 然后工作也是在 也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现在是遇到了一个 对方比我大18岁 然后在围城内 身家大概是一两个小目标吧 然后他是比较好面子的 然后比较看重我的光环 认识半年呢 在一起前期付出了12 在一起三个月一共15 就大概花了278左右吧 然后基本上这些花费都是 礼物啊 然后房租啊 就是有油头的事情 就大概没有羡米给我 然后他的情绪价值 也给的很充分 就是非常照顾我的情绪 也非常的尊重我的感受 然后恋爱感也非常的充分 然后他也知道 我很喜欢他 但是最开始 我是没那么喜欢他的 我们会在一起 就讨论很多哲学啊 历史啊工作 然后最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就他就跟我说过 让我找项目投资我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 我自己生活费比较紧张嘛 那他可能也没有 就是因为除了 除了礼物房租那些 没有给我别的羡米 然后我最近是想要提个车这样子 然后我最近情绪价值也一直给的 不要租 但是就是前两天 我们我可能有一点喝多了 然后可能表达了自己说 就是一定会得到车房这种 但是就是有一点靠自己的意思 然后第二天他就没怎么理我 然后就后面还是正常聊天了 然后我记得就是后面打语音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了我说现在因为工作了嘛 就没有问家里要米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不想问家里要米了 然后他就说不支持给我画米 支持我事业 然后问我项目什么时候启动 给我投资这样子 做我的天使投资人 就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是哪种类型的男人 然后我能不能直接提出来 让他给我买车 然后但是这个项目是一定会和他推动的 但他是属于那种 他是正常投资 然后占股 然后和我一起搭框架 然后从零到一这样一起走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 大概率偏生一难 他大概率偏生一难是吗 对的 他出手也不大方呀 半年花了二十多 就是我们在一起一共三个月吧 不到三十 对 差不多 就是在一起之后花了不到三十 在一起之后才花了十几个吧 因为我没有提 就我没有提过 没有开过口这样子 这男的听起来反正 他不是特别大方的那一类的 不是不算是特别大方的那一类的 因为特别大方的 你别什么说什么房子车子这些东西 他不至于说打板子 懂吗 他直接就给你打板子了 相当于是 直接就给你驳回 对他现在 对他现在 对我只是说 我说我一定会有车房 但我又没有说让他给我买 结果他就说他说不支持给我花米 支持我视野 就过了两天打电话的时候 他就这么说 这就是他本身来讲的话 他不是属于那种非常大方的男的 而且我觉得他的 他的 我听下来的话 我没有觉得他很有实力 他自己车是开了三百多的车 然后 就是做 他是做电商这一块的 对 电商这一块的 你也不知道他 做了很久 你也不知道他具体挣多少是吧 我知道 我大概从他的年营收能够判断出来 他年营收多少呢 就比如说年营收 比如说一个公司一两个亿左右 两个产值 然后 两个公司的话 可能就四个亿左右的产值 然后再算他的利润 然后他的占比的股份这样子来算他的收入 那你觉得他的收入 我这样来推断吗 一年大概一两千左右 两千左右吧 我觉得没有这么多 这个男的给我感觉没有这么多 你才24是吧 你现在是还在上学吗 是的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我现在刚工作一年 这样子 对 我觉得你先好好的跟他搞工作 让我想起创业 我觉得你先好好的跟他搞工作的事情 看能不能赚到你吧 不要想着 就是 直接搞 搞不着的 你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还是上 和他一起推动这个项目 然后 先不提车 对的 没有用 你提了只能跳脚 明白吗 因为他明确了 这个东西我不给你买啊 那你非要要 非要拉 那你们肯定是扯皮嘛 就明摆这是扯皮 因为我没有直接说 给我买 你不直接说给你买 他已经给你打板子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是的 是的是的 他确实是 那就一起推动一下项目 然后看时间设置一个时间期限 如果说再不行的话 就 就算了 对啊 先搞事吧 看能不能搞起来再说吧 好的 谢谢曲曲 那我就 就后面再说 嗯 好 对了 曲曲我还有一个事情 嗯 我想问一下 就是比如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是 未来想发展事业的 但是我 只是需要前期 可能有一些铺垫和积累这样子 那我是 应该我的 我的路的话 我现在这样走是没有问题的 对吗 没问题啊 但是你也要 就是这个男的 本身来讲的话 你得看这个盘起不起来 啊 得看这个盘起不起来 反正先就当学习了吧 就当学习了吧 给自己个半年 到一年的时间当学习了吧 好的 曲曲 那我这个时间就是 我以后再认识其他人 就再说是吧 就再说 时间也也还好 找别人是一样的 嗯 好的 嗯 好的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 谢谢 拜拜 我跟你们讲 就对于生意男和积累男来说 我们是不必特别的在乎 自己的忠诚度这件事情的 明白吗 我们只有对博乐男和皇帝男 一定一定非常要关注 自己的忠诚度这件事 但是对于生意男和积累男来说 我们是不必太在意 忠诚度这件事情的 OK 因为 因为说白了 就是 他给的不够 嗯 他跟我之间是完全公平的 明白吗 哦 你出多少 我出多少 你占多少 我占多少 你提供什么 我提供什么 这是生意男吗 对吧 我们一起去搞一个事 没有任何的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就是正常去做一个生意 他也是这么做 知道吗 那我不需要非要搞男女关系 我才能去做这个生意的 所以说 既然我 我跟你搞男女关系 我去做这个生意 你还要 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可以了呀 我还能怎么样呢 刚才我宝衣是谁 谢谢宝衣baby 给我送的滑子 爱你爱你 我跟你们讲 你们有的时候就是 一个男的没给你个啥 你就开始 为他这 为他那不得了 又不是个单身 又不能跟你结婚 扯那么多干什么 又不是单身 又不能跟你结婚 你当然要 有实实在在的呀 你没有实实在在的 实在东西不够 你有什么好忠不忠诚的呀 有毛病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精贵关系 精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败的宝宝 左上角投赞点 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的粉丝群 你们给你给个圈圈的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你们 我这个直播间解决不了 大家一个月三千到五千的问题 你说的太对了 这位观众 你说的太对了 我们这个直播间 确实解决不了 一个月三千到五千的问题 你说的没毛病 你一定要广而告知 我们这个直播间 着实解决不了 三千到五千的问题 来下一个下一个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你真是有一双慧眼 哈喽你好 你好 哈喽你好 是你当我这吗 对的你说 啊稍等一下 我找一下我的笔记 嗯 哦我找到了 首先还是谢谢一下 曲曲 就是这一个月 看到你的金贵的关系 学到了很多 然后我是一个 比较的猪猪女孩 就然后稍微七年吧 然后希望能够 给我指定一下方向 然后我说一下 我的基本盘 我33岁 我老公39岁 然后我跟我老公的 原生家庭都 条件都比较的差 我们在一个超一线城市 自己上班 赚钱买了一套房 然后差不多是400万 在外地买了一套房 是100万的样子 我和他的年薪一样 都是40万 然后有一个宝宝 6岁了 我还有一个围城的上司 他是一个多偶狼 然后像我 但是我有点分不清 他到底是薄嫩男 还是一个生命男 他48岁 我跟他在一起5年 他的年薪是300万 然后去年的时候 全家移民去了漂亮国 我以前不清楚自己的 就是这个情况嘛 然后基本上就等于 被白那个5年 我跟他在认识的半年之后 共同创业 亏损了有150万 除此之外 我基本上没有从他那边 拿到什么钱 所有的花费 都是我们共同的生活上用的 因为以前我搞不清楚情况 就是除他的人嘛 觉得他很花心 然后跳脚了很多次 在4月10号的时候 又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因为很想要的事情 我自己想多了 又跟他跳脚了 然后现在学了经过的关系之后 非常的后悔 应该是要物质 不应该是要人的 然后我这个上司答应我 就是跟我 答应我扯快乐症之后 会给我100个买房 因为我自己手里面 还有300多个 然后还帮我要还房贷 所以就是我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这个上司 我们两个人 其实已经断练了 有一个月了 就是他答应我的钱 他有没有不到的可能 我还需不需要挽回他 说米啊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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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挽回的必要 你这个关系 你自己知不知道稀巴烂 没有任何 啥叫答应你的米 人家是 人家是以你扯快乐 正为前提说的米 不叫答应你的米 好吧 他是以你扯快乐 正为前提答应你的事 对 你在搞笑吗 你一样你一扯 他又不准备扯 因为可能我跟他认识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的关系 就有点不好 就第二个问题 你不要违规 不要违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的老公 他们家里面 就是整体比较的扣门 然后他又比较妈帮来 还帮他哥哥去创业 然后对自己 对家里人都比较的扣门 我跟他两个关系 现在越来越差 大概我们两个 已经分房间的话 已经有三年 这样子的情况了 我想问一下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跟我老公 还有没有必要成快乐症 你跟你老公可以重新 找一找看 能不能回归家庭的感觉 这个是个实话 你不应该在外面 这个人身上找 这个男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给你 完全只做拉扯情绪的动作 所谓的一个100个W 还是以你扯快乐认为前提 还是画的个饼 没有任何一点点 需要去衡量的位置 你老公好歹 这玩意儿是 原来起码是孩子他的 对的 因为我们聊的是 就是我扯完 我后来这里之后 就是没房子嘛 要一起买房子 他是不会扯快乐症的 他不会扯 但是我我我会扯吗 扯完之后我要买房子 他答应我 就是会给我补一点钱 这样 这样啊 你要是想扯快乐症呢 你可以扯快乐症 但我请你不要以你这个 外面这个稀巴烂的男的 为任何的考量对象 来扯这个快乐症 你也不要指着 他一定会给你这个 好吧 好的 他过去没有付出的人 不能代表他未来会付出 听得懂吗 你没有证据证明他会付出 我们以前一起创业的时候 其实他这个还是亏 就是还是挺愿意出钱的 他拿那200个出来 但是我们后面就是 第二年的时候 亏损的比较多 那是那是他指着挣钱的呀 那是他指着挣的呀 好 了解了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可能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的事业上面 受到了一点瓶颈 就是以前我在C端 现在管到B端来说 就是可能 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 事业受到瓶颈 以前我跟我老公刚认识的时候 就是我为了他 没有去留学嘛 我现在就是心里面 一直还有这个想法 就是你觉得我这个年纪 还有我这个环境 还有去 在去学习 跟在外面去 学习的这样的必要嘛 可以啊 只要有米就可以 你手上不是有300个吗 你想学习就去学习啊 你把你自己去学习完了 能够把收入往上拔一拔 也是可以的呀 哇 好的 那你的就是对我的感情的 那个意见就是还是觉得 我跟我老公 然后再混 混合一下 我建议你别谈感情 我觉得你脑子太差了 我建议你别谈感情 你不适合 是的 我自己也 我建议你别谈感情 真的 感情不适合你 咱们就是说 就是就是 续发 那个 唯尼呼吧 别谈 别谈感情了 好吧 因为我刚刚 因为我老公 我今天穿小的老公 算是我的初恋了 我大学毕业 就跟他还要跟结婚了 就真的没有什么感情 身边的圈子也非常的小 不错了吗 不适合别搞了 没有感情 你不少痛苦一点 好 那如果是我的这个西班牙的上次回头呢 他马上6月4号应该就回来了 对他 我觉得他应该回头来找我的可能性还蛮大的 你要我说什么 你想你想要我说什么 我回头就说 就是也不要管 你喜欢 你喜欢 你喜欢跟他那个啥 你就跟他那个啥 咱也管不着 好不好 了解 好的 那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琪琪 哎呦 周四下成场 哎 还有没有跟他一样脑子不清白的 跟他一起组个团子 啊 跟他一起组个团 啊 续发 为那个啥 哦 行不行 你们组个团一起 啊 没得太孤单了 行吧 一天到晚这么怕孤独 不是瞅着这个男的 就是瞅着那个男的 没个男的要死的感觉 大家就姐妹几个抱团取暖 好不好 哎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昨天有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新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再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 来下一个 我说了咱你要是实在觉得别个十点半以后把你伺候的舒服那你又接着我也没办法了 是不是 那也不是不行 这也算一个价值 好吧 那就放弃药米啊 也放别的都放弃 只图十点半 哈喽你好你好 哈喽是我妈 对的你说 这么快 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就是很简单 是主播和大哥 很俗道的这个 然后介绍一下情况嘛 我自己就是一个这个默默无闻兼职的这种小主播新主播 然后兼职直播收入 大概就是 就是两两两W吧 他就属于上来就刷刷了就走的这种人 也不算大哥 他全程也不会 陪我陪我这个PK啊 上票都不会全程陪我 就是上来就就大概两三分钟 这个人是年初认识的 然后他刷出来的家过年过节转我的一共就是十个左右 然后之前就说好是五月要见面 然后其实四月开始他就不来了也不刷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叫过他我也没有经常会教他因为直播嘛我之前也听去说过我觉得观点很对就是开门做生意 就是这个不来下个也会来会更大方 然后情况也确实这样就是下一个大哥就无缝连接就会遇到就遇到了 然后这个要见面的大哥就是就是我只知道他是搞工程的 然后具体收入和婚服我也没有问过 然后比我大十岁 因为我平时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然后这个兼职直播也没有太多精力 就是经常聊天呀什么其实也没有 他也很想跟我聊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已经订好了这个月确定要来我的城市见面 这个其实我倒无所谓因为我也不是说见光死什么 我觉得当个朋友见面聊聊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就就怕他就觉得这么远来了会提一种就是别的要求 我就觉得该怎么去操作就很简单的问题 你不要跟他去不就完了吗 只在光天化日下面见面在餐厅里面见面 不要跟他去房间不就行了吗 对但是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就是如果他说谈恋爱呀或干嘛的 其实也没有问题 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就说是 怎么没问题 为什么没问题 为什么谈恋爱没问题 就是所谓名义上的吧我觉得 他花到位了 因为我会 他花到位了吗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借着这个由头 我就说那那你要追我肯定要就是我就趁着这个由头 就提个要要一个礼物吗 就是我想要一个10w的表呀或者礼物这样子 我就想借着这个由头 其实我都无所谓 你现在就是觉得搞个一次性的也可以是这意思吗 一次性就是以男女朋友的这种关系不不可以吗 不是你说是男女朋友关系 人家不一定这么认为呀 你让别人给你送个礼物可能最后的结局就是一次性的你能不能接受 你觉得是一次性的OK可以的没问题的 不是你说我是男女朋友就是男女朋友啊对不对 你说他不是这样想的是吗 对啊 好吧好吧因为也不是在就是一个城市 我觉得确实就是谈恋爱的可能性好像就是蛮 我说了你是不是觉得一次性的OK你觉得一次性的OK只是说你需要给到我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是十个W没问题这么提一点毛病没有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可以 你想好就行别别要了礼物跟别人怎么着了完了以后又想着哎呀他不是跟我谈恋爱吗他怎么后撤了他怎么冷淡了他怎么这个那个了他怎么不付出了不要思考 哎一次性就一次性那么就是大家开开心心开开心心的见开开心的白 嗯好吧好吧OK那我没有问题了好拜拜嗯好拜拜 我好多说你们是自个儿没想明白知道吗你们内心想的是我找他开了这个口之后然后我们再谈恋爱 但是我对你们的建议是你们不要有这样的预期 这个预期一定是我开了这个口之后我们俩就白了 我能不能我能不能这么搞我开了这个口之后他给我连事掰了能不能这么搞你觉得可以那就搞没问题一点毛病没有啊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那不行那太少了OK那就加对不对那你觉得啊他才给我刷了十多个W我现在提多了他也不会给啊OK啊那没毛病啊那你就你就不要跟他说谈恋爱你就说那我们两个人还要再了解了解对吧那你多来支持 支持我呀我要看到你的支持我呀我要看到你的诚意呀那你再让他来刷呢对不对他就到时候再刷刷到三十了刷到五十了你再考虑我谈不谈对吧 要不然的话你上来说那你要给我送个礼物送了十个W开呃该发生什么发生了然后最后不就是个一锤子买卖吗 对不对 我吃感冒呀感冒好几天了嗯感冒好几天了 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三场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要学习经贵的关系新经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给个圈圈入口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不知道我是不是 因为我也没测 不出名 喂 哈喽你好 哈喽你听得见吗 我听得到 哎曲曲你好我是你的粉丝 然后 我这边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是我现在 目前有两个男生 然后的话第一个是90年 然后他是跟我同公司的CFO 然后也是单身 然后呢他是属于他的状态是有一点工作狂的状态 嗯他就是跟我的就是工作上的交集并不是很多 然后的话呢因为我是一个月前发现他有给我的朋友圈点赞 然后又取消 然后呢还有对 还有就是最近的时候还有故意错拿我的咖啡这样子 然后嗯对 嗯不过我们平时的状态是不太交流的 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个男人就是对这个人呢还是有一点还是有一些好感的 因为他也是单身嘛 我也想要呃推进一下 对推进一下关系 但是我就觉得现在这种不干不干 然后我是处于嗯我不知道要怎么 哎我听到了 哈喽 哈喽我听到了 你的麦关了吗 哈喽 我听不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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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了对的来把再连上来 女孩子就是容易放大 男的的动作 有好多女生就是这样的 尤其是在分手之后 这种是最严重的 分手之后呢 男的来点了个赞 来留了个言 他来干干嘛了 他是不是想跟我和好 啥情况 稍等一下啊 这是说明女孩子很清纯 只有非常青涩清纯的女生 才会推这种东西 新的 好你跟着说 我回来了 对然后就是嗯刚刚说到 嗯对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比较微妙吧 然后我有点想要推进关系 平常有没有你们平时有没有任何的联系和沟通互动 呃微信上面很少 最近有一点点但是很少 你有主动找他说过话吗 呃你说微信还是 呃微 呃还是说 见面 都 呃微信上面比较少哎 有主动照过 比较少 我不知道以一个什么样的 借就是话题去开启 因为他 他多大 呃 他90我94 他90你94 你能确定他是单身吗 哦能确定 你是怎么确定的 怎么确定的 哈哈这这这这 那这很重要 嗯 这 公司 公司公司里边的人都是 大部分都是这样说的 这没人知道呗 这不知道呗 呃呃 要不我再去确认一下 就是不知道吗 就不知道吗 就不知道是不知道吗 对不对 嗯 你们把评论被啥交流 你就你那你就是 可以找机会嘛 找机会看能不能主动的 比如说你可以给他 留个言呢 可以给他留个言 或者说看到他 发的一个朋友圈 然后给他去发个什么 东西互动一下 看看他的回应 首先你看他对你的 回应态度 是否积极 如果他回应态度积极 那么就说明他确实 是如你所想 如果他的回应态度不积极 那么就是你想多了 嗯 我因为我一直在想 我是需要一个 就是不主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还是说我要主动一点 还是 你完全不懂 等着他了 那要怎么 就是说你 你要保持一个 在你们的公司里面 非常耀眼的状态 能够刷到你的存在感 嗯 直至 他主动来找你说话 那也是一种路子 但是就看你觉得 等不等得及 嗯 就是说我可以主动的 借由某一个话题 跟他去开启一下聊天 这样子 当然可以了 如果一个女孩子 主动了这个男的 没有什么反应的话 那就是这个男的 不喜欢他 嗯 嗯 OK 好的 嗯 好的 好的 还有你们 嗯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跟我同岁的 跟我同岁 然后他的 因为我是想要推婚恋关系嘛 然后他的各方面的条件 跟我还是蛮匹配的 嗯 嗯 然后的话呢 我们是呃 软件认识的 然后我们认识了一个月左右 然后见面了三次 然后有两次是看了电影 一次是去遛狗 然后的话我们是大概都是每天会聊天 嗯 但是是我主动比较多一点 嗯 然后目前的 有两个 有两 两次相当于是 嗯 我 我有主动找他聊 但是他是隔天回复我的消息 所以就是有一点 有女朋友 就是谎了是吗 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对的 我还有跟他确认过 我有问过他 没有用是吧 你把年纪怎么这么天真啊 怎么这么清纯啊 啊 我告诉 告诉你了 隔天回消息 那就是有女朋友 没有第二个可能 他跟你说什么都不重要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有去过他家一次 然后呢 所以 所以 所以还是有 只要是这种隔天回信息的 只有这种可能 就是那天他要跟别人在一块 他回不了 他不方便 就是这样 没有第二种可能性 没有 那就直接断掉吧 无所谓 哎呀 大家都还没结婚 也可以公平竞争 无所谓的 聊着呗 他是你的一条鱼 你是他的一条鱼 很正常的个事 多聊几个呀 那那我现在需要主动的去找他聊吗 还是就就放在那里 他要是找我聊 我就跟他聊聊 他会主动找你聊的 这大哥 这大哥 跟我同岁的 这样我就是说这大哥 他会主动找你聊的 你不需要一直主动的 他空了 他闲了 他会主动找你聊的 OK OK 那那如果后期聊 如果聊得还不错的话 我还是想推的话 怎么办呢 就就 都说了 这男的现在有女朋友 啥时候 他要是跟那女的掰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跟他怎么着啊 你跟他怎么着了 就没有然后了 就没有以后了 不会 嗯 不会不会 应该不会的 嗯嗯嗯 好的好的 好就这样 我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去去 嗯拜拜 你们就是对男人 严重缺乏认知 哼 还太绝对了 哼 曲曲说的话 只有被验证的可能 啊 曲曲说的话 只有被验证的可能 好吧 太绝对了 除非他平常 根本就不搭理你 他根本就对你不感兴趣 他对你不感兴趣 就不感兴趣 不感冒就不感冒 对吧 干嘛 每天哎 聊得好好的 还请你上他家 结果呢 有的时候啊 一天不回消息 24小时 不回消息 干嘛 你酒驾被抓了 还一个月被抓两回 真的是 就没有这种可能 好吧 啊 你们要是遇到这种情况 都别在那跟我 都别在那跟我 你也是鼻子红眼睛 好吧 那就是有 就是有女的 就是有女朋友 而且他都不是在约 我告诉你们 他要是在约 他都会回信息的 知道吗 他 他要是旁边那个 都不是无所谓 知道吧 有今天没明天的 他都会回你的 他只有是 没办 不能让别人 不能不小心 让别人看到 他才不会回的 知道吧 他玩软件 他就本来就是为了聊 骚 他 他当然了 他为了聊 他就是他 神的蛋疼的时候 他就会在找你 找你聊啊 大家没有关注个宝宝 昨天点个关注完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卖的宝宝 左上角 投赵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怎么还有人在我的直播间里 要福袋的呀 啊 这是什么贫民顾女孩 你就在这里坐着听就行了 啊 我不找你收钱就不错了 你还找我要福袋 你就好好坐着听吧 啊 这次坐着听都正的 知道吧 你这是一分钟的 不知道挣多少米 孩子就找我要福袋 来下一个 哈哈 哈哈 是 是 有没有搞错啊 有没有 你到底知道我是 我是个什么情况 哈喽你好 喂你好能听到吗 呃声音听不清啊 呃等一下 我不把耳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了你说 啊我的问题就是 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 我今年是21岁 然后学历是大专 然后我的家庭情况是很糟糕 然后我的打算是 我打算专生本 生一个二本的学校 但是呢 我遇到了一个男人 就是我在偶尔开直播聊天的时候 认识的 然后他是 呃大我22岁 他44岁 然后他在马来西亚 然后他希望我能过去读书 他希望我放弃国内的这个专生本 到马来西亚去读一本 但是呢是需要我重新 从大一开始读 那么需要我花费四年到五年的时间 然后他说这五年他愿意支持我 然后我和他没有见过面 我们只打过视频 然后他也没有对我进行任何的物质付出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我说OK我过去 然后现在的手续正在办 然后我的问题是 这个事情他靠谱吗 你有病啊 你不快被打腰了啊你 对对对 我就是非常担心这个问题 有毛病啊 这肯定是他先打个50个W过来 你再去 啊 就是现在我需要对他 就是提出这个物质付出 然后我才能够过去对吧 姐姐 去读书去干嘛 OK 那不用费用吗 你说你先把我的费用给了 OKOK OK那我就直接说你先打 打50个吗 对 他一个月收入就几十个 几十个一个月收入 打一个月的收入还 还怎么 他觉得贵了吗 好的 好那我就让他 他然后他 OK那我就办一个银行卡 我让他转到卡里可以吗 可以啊 你连你换卡都没有 好 我 哈哈哈 啊什么 你连你换卡都没有吗 还需要再办一个 我有我有 但是我想重新整一个 随便你随便你啊 嗯好 然后我其他问题就没有了 嗯 那就这样 然后 嗯 还有问题吗 嗯好的好的 哦 我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 嗯 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经常的被短则 你这个 那肯定被短则呀 稀里不骨的 啥也不搞 听别人画个饼 马上就冲 你这不被短则 谁被短则 哦 对哦 所以这就是我的问题 好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嗯 好 然后其他的就没了 好 拜拜 谢谢曲曲 嗯 拜拜 你们这都是从哪儿派过来的呀 你们这都哪个神仙 啊 神仙派过来的这都是属于 你真狠呐 你们太可爱了 真的 这就是你们心里想的那个万一是吧 万一他是真的呢 万一他成了呢 啊 万一他是真的呢 是不是 就跟那个那个银行的人怎么劝你都劝不住 劝不劝那个大爷大妈不要把你给那个电炸的劝都劝不住 他就是 那万一他是真的呢 对吧 好一个万一啊 啊 是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 你们能不能上点难度呀 你们能不能跟我上点难度哦 我真的求求好不好 哎 他们这都是刷了礼物上来连的吗 啊 都是刷了礼物连的吗 哎 你们怎么舍的呢 花这四五百 问的一个些稀巴烂 啊 这四五百留着吃点啥不好 多吃俩大腰子完成 来到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关注 没有加粉丝牌 就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不过刚刚那个姑娘花了四五百 我救了你一条命 我救了你俩腰子 跟你说我救了你俩腰子 刚刚那姑娘 来下一个来 妈呀 哈喽你好 哈喽 你说 哈喽 能听到吗 嗯 你说 嗯 哈喽 七七你好 我是 我朋友推荐来看你的新粉 然后今天主要想咨询 如何推进 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 嗯 我是02年的混血 每高每本 在加州读大二学艺术 身高1米70 有一套自住的小房 然后车是BBA 男生是01年的 在纽约读大三 全没专业 也是美高美本 房是曼哈顿 只卖不租的楼 2B2B 他家长有时候会来住 所以没有找室友合租 车是 然后我们双方家长的关系比较好 有就是试着撮合我们 一起上课外班旅游这样 高庄单独我们两个出去玩 割给对方花了20上下 然后前一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我们就是有去对方的城市 在对方的住处附近 住四星 有见面 但是没有发生 他来加州找我一次 我来纽约找他两次 我第一次来纽约过周末 他有来机场接送 带我到处玩 然后见了他这边的朋友 时间上陪伴比较多 一个周末大概互相给对方花了两个 都有在见面里 我第二次就是 这次来纽约 他特别忙 他在忙期末 然后包括 恩外优格达都在搞毕业典礼嘛 然后虽然也有来机场接我 但是 就他明前很憔悴 然后一天只睡 三四个小时期末这样 就除了一起吃饭 自习 图书馆陪他通宵之后 叫他起来考试 就是基本基本没怎么玩 然后他有点过意不去 就就把卡给我说 恩你自己去逛逛街 哪里哪里好玩这样 然后他大概花了五六个 我给他花了三个 恩有一起买东西 编制家具 恩到他公寓看了房 期间他家长打 恩就WeChat的 Video过来 然后知道我来有打一个招呼 这样 然后他家长看起来比较高兴 但是 但是我没有留宿 然后最近我 因为我也是双专业 然后我学校也特别大 就是特别心累 他就说 哎呀 你看 纽约九月初就开学下个学期 但是你们加州要九月底才开学 就要不要整个月都过来 就来纽约待一个月一起 然后一人一个卧室分开睡这样 然后我的顾虑是 如果我答应来 会不会显得太主动了 我的第二个顾虑是 恩 纽约男民生在外 然后我怕我hold不住 啊 我的第三个顾虑是 他有坦白 他前面 啊 就是高中和现在之间 他有谈过一任 啊 给前面这一任花了三个 但是他家长不太认可 然后他们自己之间也有 很激烈的吵架 嗯 甚至他被动手 所以就分开了 然后不可能复合 嗯 我的问题是 第一个是我九月要不要来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比较想细水长流 该怎么推进我们的关系 可以去 你们俩的这么 这种关系 我跟你说的 男生是这样子的 你跟他一直搞这种网练 他就练不住的 知道吧 虽然说就算是两个人在一起了 那个啥了 也不一定能练住 他是网练 那是真练不住 对 就 我们是讲 哪一个可能性更高 那你们有一个月的相处 住在一起 然后往后推进 那么这个可能性肯定会更高 要不然的话 一直就是这种半调子 懂吗 他在他这种条件 在纽约完全不缺女孩子的 你老跟他们这么 对 我有 聊着聊着聊着 我也建议一下 这有什么用的 没有任何意义 对 就 我有 就是给他 公寓的安保 就是 小费 然后打听 这样 他 就确实没有 带其他女生 回来 但是 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进展 你们能有什么进展 我听你这磕磕瓦瓦说话 估计你俩说话都跟 都跟哥哥妹妹说话似的 估计一点也不暧昧 对啊 我觉得我没谈过 对啊 你能有啥进展 你说你能有啥进展 不行你来报个EVE吧 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目前有没有提升的地方 如果聊天有提升的地方 看能不能往暧昧的方向 先捣一捣 如果你是多大来着 我是二十 二十岁 嗯 太年轻了 现在谈恋爱 几乎都走不到最后 你们现在谈 就是就是开心就谈吧 不要想那么多 你也是小白富美 人家这这这 开宾力也不说了 是吧 纽约住2B2B 开宾力也不用说啥条件了 那个也是好得不得了的条件 我觉得你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得太远 就正常该谈恋爱谈就好了 嗯 都是体验 都是过程 好的 主要是他他家长 其实一直有点 就是想暗投我们 那很早 就是他他家长 你就干不就干 该怎么样怎么样 他也不 我跟你说 如果这个男孩子 完全没有想要 对你认真的意思 他也不敢跟你怎么样 因为两边家长都看着 懂吗 他肯定是 本身也有一部分的议员 愿意去推动这个关系 他才会说啊 那你过来住一个月 这样子 懂不懂 就说两个人的心 都是向好的 但是呢 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 不能说 就这么僵在这儿 还是需要两个人 共同的慢慢的去面对 就是遇到困难 面对困难 解决困难 实在是搞不了了 大家就是有缘如分 那就是好聚好散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对 不要太苛求 那个情况 因为你才二十岁 一定是计划不如 变化快的 知道吧 对 因为 因为就是 纽约和加州 要飞六个小时 就是很明显的异地 然后 可能就是 我们基本上是 就每半个月 就在飞这样 但是我就感觉 先谈嘛 纽约南 真是太有缘 我跟你说 你需要谈 你才知道 恋爱是什么 男人是什么 知道吗 你们条件都挺好的 大家能不能走到最后 真的不是说 我们今天在这 连个掰 能看明白的 因为你们都会遇到 什么诱惑的 知道吗 你一定要去迎接 后面的变化 都是生命体验 不重要 对 然后我看 我看弹幕 有朋友问是 是什么 B 然后是 是刀 你说的 刚才说的 W 刀是吗 行 你也挺有钱的 对 行吧 还有问题吗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 完全不考虑 这种异地的话 我有没有必要 先在加州 就是找一个 同校的 就是 因为感觉 我觉得你可以 先跟这个男生谈 谈不好了 再回去找加州的谈 同校的谈 因为现在这个男生 知道你是没谈过恋爱的 对吗 对 他知道 他知道的情况下 他对这件事情 会越发慎重 你懂我意思吗 他肯定是首选 对吧 他知道你没谈过恋爱 你跟他在一起的 那么如果你第一次 是跟他在一起的 那么他会更慎重 如果说你现在 在西巴拉 你先去谈一个 到时候你在人家眼里 就减分了 你在人家父母眼里 可能也没有 没有你现在的价值 这么高了 哦 我原来是这样 好有道理啊 所以你先跟他谈 他不行了 再去跟别人谈 懂了吗 懂了 懂了 对不起 我看 我看耽误上 有个朋友说 我说话有点结巴 对不起 没事没事 我有在练 不重要 谢谢 谢谢 拜拜 那男生对着 对着花 你跟我花三个W 我也跟你花三个W 说的W都是刀 都是刀 人家不是刀 人家已经觉得很多了 你们二十岁的孩子 二十岁的学生啊 你们不是刀 人家本来弹幕听的 已经觉得很多了 你搞个什么刀 你把每个刀昏了 但是 白富美高富帅的故事 这就是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怎么让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入粉丝团 那加入粉丝牌 加入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为一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下点 看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我这个不行 太吵了太吵了 你太吵了 我听不清啊 你这个麦太吵了 你换个地方再来联网 来下一个 哎呀妈 QBQB是啥 QBQB就是两间卧室的房子 两个卧室 两个客厅叫QBQB QBQB就是在纽约很贵很贵的房子 就简单这么理解 就是两个卧室 两个卧室 两个卧室 说错了 就正常一个1B1B 一个月的租金可能叫6000美金了 一个QBQB的 一个QBQB的 可能要1万多美金 他是一个人住 而且只卖不租 听懂了吗 说明人家是买的 哈喽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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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卖关了 你的卖关了 哈喽 哈喽QQBQB 你说 你好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那个 24岁 然后外貌是8分 然后身高1米75 爸爸是S 上市公司 然后 也修理姐妹 然后 确定能给我的资产 差不多是4000W 4000 然后 现在 接触了一个 男生 是大苹果二代 然后92年的 然后是 经济行业 独子资产 应该是20个小目标吧 然后 是漂亮国 Top10的一个硕士 然后 生物学 金融 双专业 喜欢读书 然后比较喜欢冥想 他喜欢跟我交流一些成长的心得 92年的 然后 喜欢读书 他有 有几次带我去了 那个投资交流会 但是他平时比较忙 然后比较年轻 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 我和他只认识了一个月 然后我是想 和这个男的 奔着结婚去的 奔着结婚去的 不 就围城 围城 结婚可以说 结婚可以说 正常关系 结婚 婚恋都可以说 你说 维城去的 然后有朝远的发展 我之前看你分享 是要以付出为衡量指标的 但是我在跟他相处中 是否要引导他付出 因为毕竟他 就是 他给我的感觉 他不像是魔法男 然后也不怎么挨出去玩 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继续 就是他臣服比较深 就平常的沟通顺不顺畅 是不是两个人的沟通 是暧昧的 有小信心的 再往恋爱方向再去 是不是这种状态 有点像 因为他最近约我去吃饭 然后 有点那种感觉 但是认识 毕竟只有一个月 有点 但是还不够 你们这种都是 你也没啥恋爱经验呗 对的 你们这种都适合一一一 知道吧 主要是因为你们不会聊天 你们要先是这样的 引不引导付出 那是后话 首先啊 我们要怎么去引导付出 引导付出是要有前提的 就前面先要把两个人的关系 铺垫的就已经很上头了 才 才会谈到所谓的 引不引导付出 这个板块 没有 没有前面的这些聊的节奏 都没上来的时候 两个人都没有 小路乱撞的时候 就所谓的去引导付出 其实就很干吧 你也不太在乎 那个付出啊对不对 嗯嗯 像和这种 就是搞 搞那个童子 然后搞 就是 比较厉害的 而且学识比较好的人 应该聊什么呀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看书 聊太感兴趣的话题 但是还是要往风花学院上扯 就是还是要往风花学院上扯 不能老是聊得太正经了 对我有时候觉得 有时候跟他聊太正经 因为他平时跟外面的人应该聊得也比较正经 我跟你讲 有的男的 他就是年纪轻轻的故作正经 知道吧 故作正经 因为他们平常要在外面接触那些 大苹果 然后要接触那些做生意的干嘛的 然后他必须要端着 然后要显得好像自己很成熟 但其实都是小孩 就是要把他拉上神坛 对吧 男人至死是少年 还是要就是把他的那个开心愉快 简单活泼的一面给他激发出来 嗯 行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是接触了一个男生 他91年的 他父母是已经扯过快乐症 然后通过他就是抢 然后得到了控制权 年收的话大概是五千到 五千五百W到一千W吧 然后进个人资产应该是也是四千 然后一个亿还是一千个W到五千 一千W 一千到五千W 然后他有房嘛 然后加起来应该是四千W左右 然后他有对对碰过 差不多五十个吧 他有暗示我进入 有点着急进入围城 但是我觉得他认知他 我觉得他不够认真 就是我想引药他付出 已经给你抛出了 着急进入围城橄榄枝的人 你就可以直接让他付出了 嗯 知道吧 你就可以直接提条件了 提要求了 你想让他付出什么 你说 但是 你说那可以 但是我觉得 你真的想给我付出假 你可以给我 你可以说你先给我提他法拉利 随便你啊 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 但是我觉得太快了 所以我就意思就是说 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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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他的诚意了 你这样可以给他往下推 如果你不想跟这个人好 你可以把东西推给他 懂吗 我的意思是刚开始 我现在已经是给他剧掉了 就是说我说 因为他比较着急嘛 我是想说两年之后 两年内结婚嘛 他就有点等不及了 然后从那句话之后 他就开始对我比较冷淡了 召集结婚的就是要用我跟你说的方法 你这种 人家召集 那你不行 他就要找别人了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后面应该怎么做 就是他的条件 我其实跟我还挺合适的 就是 你再跟他聊 主动跟他聊一聊 看看那个上头上的 能不能再回来 然后再 他再说 可是我就是着急 可是你又不着急 然后你可以按我说的抛条 我这就好了吗 行 那如果我提出条件的话 他没有同意 就说明他 那还不算了吗 对啊 那你光着急有什么用呢 你光着急你的行动匹配不住 明白吗 对就下次再和他约会 然后再谈到这个事 然后再直接就是 直接就是引导付出吗 这会不会太太习惯物质了 你去1v1吧 你自己有这个架构 你没这个架构我不会让你这么聊 懂我意思吗 我是根据你的基本盘 跟你给的方案 因为我这人 其实基本盘还可以 但是我这人总感觉有点 配得感比较低 对啊 所以我说你去1v1嘛 我跟你说的方案 是你的基本盘配得住的方案 嗯 行 好 谢谢许圈 拜拜 别人不着急的 你得跟别人先把感情 把火花聊出来 对不对 再看后面怎么搞 那种他着急火了的那种 你就可以直接抛条件 你不是着急吗 show me 你有多着急 show me你有多着急 知道吗 让我看看你有多着急 对不对 这么着急的话 那我就跟你说好 12345 那人家也会想啊 你都知道我这么着急 你给我开出这么大的口 那我做了 你肯定是要跟我谈无论价的呀 对不对 他不会觉得你是在忽悠他呀 因为他知道你的基本盘是什么呀 他知道你的基本盘是什么 懂吗 很多不是二代的女孩 他其实原本啊 是从大哥那搞的 他们也是以这种方式 做包装的 然后遇到了那种着急的男的 也是啊 一上来就可以提到 哗哗就往下下 哗哗就往下下 知道吧 那什么两个月几百个W 都很正常 他只要他的 他前面的基本架构 给他搭起来了 前面的基本盘 给他搭起来了 他很快 但人家这姑娘是真有这个基本盘 人家不是骗子 人家真有这个基本盘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让点个关注 开心啊 连着连了两个这个高端局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让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新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 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 一一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别什么的老婆本 老婆本 他不是那个月入五千的 什么老婆本 别人一年挣一千万到五千万 你没听到 什么老婆本 我就让了个法拉利 法拉利 这才三百多万 什么老婆本 哈喽你好 你好 你说 我提示 怎么样跟我现在的男朋友 推进结婚 然后我们是一家公司的 上下级同事 目前的话是在新一线城市 之前的话认识了一年多 然后因为刚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有一个在谈婚论嫁的男朋友的 然后后面谈崩了 然后再过了三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的 然后目前的话我们两个的基本情况是我现在二十九岁 然后长相大概七分吧 年收入的话十几个 他二十八比我小于岁 然后但是比较胖 头发的话也比较稀疏 然后目前的话他是我上级的上级 一年的话差不多是八十到一百个 然后我之前几个星期之前 其实我们现在是在一起差不多三个多月 然后几个星期之前的话我跟他提过一次这个结婚的事情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就是家里彩礼要怎么样啊 或者是到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是想明年的年底 可能再去结婚考虑结婚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说那明年的话我都三十了 我肯定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些可能结婚上了一些细节 到时候他说可能他想那个首付多付一点嘛 想等到明年那个年底的时候 然后直接那个全款再买房的一个事 然后我就说可以结婚之后再买 然后后面就是聊到最后 但是也没有把这个时间确定下来 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后面的话 我还要怎么去推动这个事情呢 这男的他你刚才说他多大 他比我小于28岁 小于岁 你们俩都是哪里人 武汉的 你们都在武汉吗 都在武汉对 我都叫他 但是老家是老家就是周边城市 他也是周边的你也是周边的 嗯对 我觉得是这样吧 首先呢还是设置一个时间期限 比如说你可以一直等到说今年的年底 对吧过年之前 起码在这个之前 双方见家长的这个动作要完成 你可以 你可以找机会等你爸妈来的时候 或者干嘛的时候 组织一起吃个饭或者干嘛的 看看他是什么状态 他如果连这个东西都很抗拒的话 那就很难往后推 知道吧 因为我妈之前其实也来过一次 然后他一直想见南方 但是我 我觉得就是可能当时他也没有去 就是主动去提这个结婚那个事情 然后我跟我妈就拒绝了 嗯 啥意思啊 就是说他没有想见你就没让他见是吧 他不是没有想见 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这个事情 就我妈是想见他的 但是我当时就 要见呢 要见呢 肯定要见呢 见完了以后看他会不会带你见呢 对吧 你也可以提啊 有机会的时候就提啊 哎我跟你一起回去看 我跟你一起回去看你爸妈呀 会干嘛 可以提啊 你现在都已经在这个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稍稍的压着一点往前推 平时 该哄的哄好 对不对 该相处的相处愉快 但是到这个点位上的时候 哎我就往前推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当时是想着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说那谈到了一定的时间的话 我是希望能够公开的 因为目前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公司嘛 然后还是可能只有周围的几个 比较近的一个朋友知道 你觉得这个如果公开的话 会增加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压力吗 或者是增加他这个沉默成分 我倒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就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 我不是很看重了 我不是特别看重 这个东西 刚刚说他是个胖子是吧 对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 你们女孩子把自己也不差 把自己搞得个很 很低位的那个样子 也不是说这男的 但是给你啥了 有那必要吗 你再多你再多去找几个呀 因为就是可能目前圈子会比较小 然后我基本上都是就是挑身边的熟人去下手的 哎 我觉得你还是多找一些 起码要让他有点危机感知道吧 他一样危机感都没有 他觉得你巴上他了 可能是有一点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确实因为他 我感觉花钱方面的话 他其实一年赚的也挺多 但我感觉他消费观就就比较省 就是呃 他自己给自己买东西就很节省 然后可能送我 520了来让他送礼物 买过就之前 就是买手机啊什么的 但是都没有超过一万块钱 反正 超不超过一万块钱没所谓 但是你得让他还是要有这个 付出意识在 但是你就听我的吧 该怎么推怎么推吧呀 叫你妈来见 见完了就赶快去见他爸妈 不行就拜拜 别扯那么多有的没的 干嘛呀 我不要容忍一个大胖子 行 好的好的 谢谢琪琪 然后就是我们目前就是在相处的时候 就是平时的开销都是他去承担的 然后呃 就是他有时候会让我去就是买一些小单 这个也是正常的吧 我讲你自己可以主动买一些小单的 人本来就是要有来有往嘛 正常的婚恋关系是要有来有往的 你小单是要买的呀 主动买 不要不要不要说等着人家来让你买 因为我之前我是想的就是之前许说过就可能 呃就是女孩子有时候要以私心买一个大的这样子 帮我请吃饭啊 你买过吗 之前有请他就是吃过呃比较贵的饭 请了一次是吧 你们现在才在一起三个月 呃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偶尔一些小单可以买 偶尔一些小单可以买好吧 大的都给他买 小单偶尔自己买一买啊 嗯 好的 行行行 那我给他就是买礼物或者什么样的话 大概是呃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他他就是时呃我们是七三开吗还是这样子 怎么怎么怎么样子就是平时过年买礼呃 过节买礼物的话 呃他给你送的大概都是什么价位吗 呃就是5000 左右吧 5000左右你给他送个2000差不多吧 嗯 走进 那我们有什么问题来谢谢去去 嗯 总是有些什么 总是有些什么又胖又突的选手 然后还要什么这磨磨蹭蹭那磨磨蹭蹭 这不推动那不推动的干啥啊这是啊 那个又胖又突的选手 我提醒一下你们再过几年的话 你小心你们那个什么玩意活力不高 到时候是哪有困难了 快一点急啊 等什么啊等头发都掉光了 真的是 真的 真的我这是我这是跟你们说大实话 到时候哇哇搞不出来警告 累死累死 啊有没有啊我们直播间里有没有这种男选手啊 我不是我不是不喜欢你们 我也是喜欢你们的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你们注意一下你们的这个年龄啊 你们这个是这些年又不爱运动是不是 又不注重自己的外形 这搞个搞才30出头 大家搞个这个又胖又突到时候才过个两年 我跟你说你就哇蛮难的深 孩子在哪哀 哀什么不知道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下播以后会一一回复你们的啊 那胖的我跟你说那没有一百个亿 那我绝对不行 他必须一百个亿是硬指标 真的要不然我只喜欢身材好的 我告诉你们我只喜欢我只喜欢身材好的 我我受不了这玩意 必须一百个亿一百个亿打底 来下一个 因为钱我可以自己挣 有些事他要是不行我自己一个人完成不了 哈喽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你好哎你说 你说哎哪一个啊 我先介绍一下 稍等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标评说男选手男选手要送一个滑子就是三万个币的礼物 我们就可以来破例连麦啊 除此之外男选手不能上来连麦的啊 来你说啊 嗯就是我的基本情况就是我是99年的我的家庭学历都不是特别的好 嗯都一直一个人自己在外面做事情 然后现在是我认识了一个大我十岁的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嗯他是刚开始隐瞒我是围城内的事情 嗯 但我其实很早就就把他该查到的东西都查到了 但我也没有拆穿 因为跟他就是一起的日子很快乐嘛 情绪价值经济也都有 但他就是一直是那种多偶男 最近我就觉得他对我不尊重和忽视我就提了分手 但是他就顺势他就他就同意了 估计可能在一起太久腻了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是晚回还是怎么样 我现在心里落差有点大 你晚个鬼的回别人本来就想后撤 你一说分手直接借坡下驴你还晚啥回啊 你多大 但是他我99年的年底24了 他给你花了多少呀 呃 包跟表的话可能有二三十w 然后其他的 一年吧刚好一年 大姐来出去见见世面好不好 啊 出去见见世面行不行这不打地啊 没有说 嗯加上其他的可能有四五十吧 哎 你已经现在你已经去掰了 而且人家已经同意了 那你还你还要干啥呀 想找有米的再去找呗 本来这男的也是个围城 在找呗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很不清晰比较迷茫 因为我不是想靠就是想上想那个啥 然后我也不想去找一个比较有有米的提升自己阶层怎么样的我想的是 就是想利用他们把做跳板然后能让自己更强大起来 你自己现在反正新开个方面 啥学历啥工作 我工作 我工作不太好说怕被人认出来 但是我现在自己反正也努力在存款吗 存了大概有一百万的样子 那你还可以进去读书呀 我现在还能读吗 为什么不能读呢啥学历啊 大专 你连个本科都没有你还问我能不能读 你提升自己你从哪个点提升这个点不是最快的最近的 我是有在 考虑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去读那种全日制的了 就是包括生活怎么样只能说 可以自考去提升一下 然后学历对于我现在挣钱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的你的档次不够啊 不是作业 懂不懂啊 档次你明白吗 你你自己档次上来了 你就不会觉得啊 这个男的什么一年给我花了个四五十 我就觉得啊他好好呀 我现在跟他掰了以后我找不到了 你就不会有这种感受 你档次不够 你圈子没打开 嗯我之前我去加了那个全日制的那个高质扩招嘛 现在是一个全日制大专还未毕业的一个这样子 如果是想去考本科是可以考的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考不上的 你如果说觉得啊我可能考不上 如果是这么想法的话 那你所谓的什么把男人当跳板干嘛一二三四五 那就是一句空谈 你最终怎么落实呢 你在行动力上有趋势啊 我自己做生意就是反正也是做了两三年了感觉还是可以的 我想做的是什么生意 什么类型的生意 跟跟汽车方面有关的 我 不太好说 那你出去拉投资了是可以出去拉投资吗是这意思吗 这对有也有愿意很多可以投我的人 那我 不知道我是道德感很强还是怎么样 其实就不想去割人家这样子 什么叫不想去割人家 你一个项目能证明你为什么叫割人家呢 但很多这个 来的他就是割人家才有的呀 你这个底层逻辑不对 但说明你这个业务模型不赚钱 如果你的业务模型是赚钱的为什么叫割别人呢 别人来投你的米只是为了把你的现有的这个业务模型做放大 利润做放大而已 为什么叫做割别人我不懂 我不懂 那可能就是没有说 我觉得不能让他赚到钱吧 如果我想赚钱我就只能赚他的钱 这个样子 不能让他赚到他想赚到的钱 那就是不是走投资这条路 但就是你自己想办法把你这个生意搞得能挣更多米了 对 你自己在做生意点上想想办法也可以啊 那你搞男人干什么呀 那这不是那你不是舍尽求远 搞男的干啥呀 我我我跟他认识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呀 是在一起大概半年的样子 现在知道了呀 那就是没有必要再跟他纠缠了吧 不来就没有必要 他一个他一个围城内的有什么好纠缠的呢 你是不是图米 你说图他也图不了多少 那还扯什么蛋呢 那还扯什么蛋 还是有感情的吧 你跟他谈什么感情的 显得你很有道德 你跟围城内的谈感情 显得自己很有道德吗 但人都还是有感情的吧 可能是会有一点不舍吧 好吧 你就用感情啊 错了就认 不能说因为这个错误 我有一二三四五的思考 所以我的这个错误错误 就怎么样呢 就可以不承认吗 错了就认吗 感情用错的地方呀 有感情 是的 赶紧换人赶紧换人 别废话好吧 还有问题吗 再下一个 听不得哪个字字字什么 围城内的男人有感情 我有感情我听不得 我听不得你们跟我讲这个话 知道吧 听了你讲这个话的时候 我都不用测测你的智商 我都知道是个负数 知道那个叫什么曾世强 原来不是说我一句话 他说一个 他说只要一个女人说他说我 我相信男人说爱我 他说我不用给你算 你这辈子必定要扯个三次快乐症 哈哈哈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哈喽 等一下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组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 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 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下播以后我会一一回复你们 我是这样的 我不是不能理解你们的感情 但是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聊的逻辑是 因为他对我付出了多少 所以我上头了 我能理解 就是因为他给我付出多少 所以我上头了 我未来觉得这个人给我付出这么多 他还能给我付出更多 可以理解 对不对 这才是所谓的大家都是人嘛 对吧 这才是所谓的大家都是人嘛 对吧 那是人是的 是人是有感情 是人他也讲个利益 对吧 是人他就叫趋利避害 对不对 我纯谈感情 我跟他谈 啊 我疼 我我怎么眼睛上面是胡了什么东西吧 我跟他谈 我纯谈感情 我肯定找 能谈感情的谈的 对不对 我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谈感情的呢 肯定是以什么东西为心情挑战 正在谈的对吧 你能给我什么 给了我依托 给了我支撑 给了我别人给不了我的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我好依赖你 对不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我值得托付的人 于是我不在乎了 那些所谓的名声 所谓的名分 对吧 他是一种置换 而不是我上来我就不在乎 我上来我就是为了跟你这个围城内的男的 跟你长相厮守 跟你白头偕老 我有病啊 来散联一下 哈喽你好 你好 可以听见吗 可以了你说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84年 然后扯了快乐症 然后呢 最近跟一个 一年前吧 跟一个围城内的走在一起 然后我跟他认识了有20年了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找我 在一起以后呢 一年大概在一起不多吧 也就十几个 我呢 自己也是 我的人设呢 是独立事业女性 然后 我们现在手上在一起呢 大概有 在一起合作了一个300到500的项目吧 还在做 然后 我扯了快乐症以后 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 我都是单身的 都是没有再去找 也没有想去找吧 然后现在呢 就有的时候会有点上头 但一上头我就会看一下你的视频 就又会让自己心里平复一下 然后现在呢 这个不是到了 最近不是 要快过节了吗 然后他呢 他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就是 基本盘每一年 应该不到500个吧 然后也不是那种特别大方 但是有要求呢 他都会满足 我呢 也没有什么要求 然后最近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 节日 然后他也没有 他就说今年特别忙 确实他的这个工作牌的 也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来陪我 所以我现在就不知道 这个要不要跳 然后以后要以什么心态来对他 然后对这样的来说的话 我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继续 我再重复一下 他是围城内是吗 对 你是单身吗 对 他一年有500万的收入 然后一年只能给你花十几个 嗯 差不多吧 但是你们俩有一个 因为没有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有项目在合作的 所以你从项目合作里 你能挣到多少呢 但是去年确实没有多少 去年确实也就 去年的话没有多少 今年如果项目结束的话 50个 左右吧 但自己 你自己的项目是只能跟他做 才能挣到这么多钱 真别人做是挣不到的是吧 不是 也我跟 他算是我的一个上游吧 他算是我一个渠道的上游 跟任何人都能做到 对 那么你跟上一个女孩没区别了 你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就是 嗯 其实我也知道 就是 想要 就是不甘心了 就开口啊 想要就开口 觉得有 你们有这层关系 他就应该给你加大付出 对不对 道理上是这样 但是我的心理上 做不到 对 那做不到呢 问啥呢 做不到是要干嘛 做不到 把电话号码给我 我帮你做 我帮你要 是这意思吗 嗯 你想干嘛 你的意思就是 你的目标在哪 方向是什么 我的目标就是 这个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他 然后还有没有必要继续 继续走 还是说 现在你 在你图的是什么 爱 好像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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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换个直播间去欺负他 你们换个直播间去欺别人 行不行的 图爱图爱 这男的都是什么 都是长了 都是长的什么 与众不同吗 多长了一个器官吗 怎么着呀 怎么就爱上了呢 又爱住了就 爱什么呀 换个人爱 好不好 那我现在是要 现在就起跳 还是等项目结束以后再说 你跳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目的 我就是觉得我 我目的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求求你了 你说 你想 你想不到 你现在想 我的目的 我的目的 我本来是觉得 你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要过来陪我 然后 要他的陪伴 至于礼物 礼物 好像是 要陪伴 对 别人围仇内 别人凭啥来陪你呀 大姐 人家不有人要陪吗 凭啥要陪你呀 那你陪完了 那边不上了 你不是爱他吗 你怎么不为他考虑呢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在家里 水声火热鸡飞狗跳 你过意的去 你想想呢 也是 那你给我的建议就是 现在就 就就走 还是说 等我们把手上的项目合作完了 再走 还是说就这样 有当无 然后就这样联系着 有项目 我们就联系 没项目就就算 有米争 就可以 如果说换个人 你也能挣到这个米 你就换一个 换一个不需要搞男女关系的 或者要搞男女关系的 男女关系换个单身的 对不对 你们两个人之间 还能强强联合 一家一大院 你有什么 你能帮他证米 他能帮你证米 你们两个人能够 组成一个更好的组合 你跟这玩意儿 你这是完全是 纯粹的在给他打工 说是他让你挣到了米 实际上你换个人也能挣 那你实际上 你是把你为他 共同创造的那部分资源 送到他家里去了吗 嗯 搞不到米就不要搞啊 我那一向的建议就是 喜马拉雅的关系 搞不到 不能搞到跨一阶层 就不要搞 除非啊 他真的是十点半 让你很快乐 那你就只享受这个快乐 别的东西 不要过多思索 好不好 什么赔不赔的 他本来就是个工具人 他今天赔这个 明天赔那个 他本来就是个轮流坐岗 你管他干啥呀 嗯 行 那我知道了 好 拜拜 好 没有问题了 嗯 我不是心情不错 我是无语了 我已经 我是在换方法 懂了吗 我是一直在摸索 我在换方法 我在想 我到底怎么才能让你们知道 啊 这种关系里别跟我谈啊 我到底怎么才能让你明白这件事 我这不得正直说一遍 反直说一遍吗 A说一遍 B说一遍 C说一遍 我把每一种方式方法都跟你讲一遍 是不是 你们有点 哎 我说什么 真正的高情商 是对世界万物的怜悯之心 对不对 哎 你在让他陪你的时候 你不想一想 他还要陪别人 你你让他陪你 那那个就没人陪了 人家也得在家里干家啊 对吧 你说你好好的 你个姑娘 一年还能挣几十个W 你也不缺个啥 对吧 你非得跟 你非得跟人去抢个半 半 残次 残次产品 这属于 你这只有一半啊 你这不是个残次品 是个什么呢 对不对 这属于是个残次品吧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或者是找我们EV1 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圈圈的宝 找不到那个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死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你们记住了 只有何鸿生的四太太 那才叫四太太 懂吗 你看看那男的啥量级 啊 能够给你干到什么地步 何鸿生的四太太 那叫四太太 有些男的 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叫个残次品 懂不懂 我们就是这么现实 你都走这个路子了 你跟我现实点 啊 你第一天开始走这个路子的时候 不玩的就是一首现实 哈哈 第一天走这个路子的时候 讲的就是个没道德 讲的就是个现实主义 哎 那不看这看啥 不看他给你什么 看什么 看什么 别个何鸿生还长得又高又帅呢 人就老了点 那人家又高又帅呢 是不是 来下一个 最后再涂一头吧 你好 缺姐 你好 能听见吗 可以你说 我有点痒 我可能嗓子有点不舒服 是这样的 我介绍一下我跟我男朋友的基本情况 我是00年的 我男朋友是95年的 我是一名主播 他在之前是我大哥 我们4月1号认识的 4月17号见面确立了关系 一直相处到现在 他是这样的 他玩我那个直播平台玩了三年 但是三年只刷了100万 就是刷的不是很多 可能上直播平台的频率 也就是一个月一两次 但认识我之后 他天天都上 在一个月给我刷了70多万 然后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见面的感觉很好 就是他长得帅 也高 也有钱 又给我好 然后我就挺上头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是这样的 因为我跟他相处过程里面 我能感受到他有些话是蛮认真的 就是问我以后 什么 嫁不嫁啊 生不生宝宝什么的 虽然 我告诉我自己是在画大饼 但是 恋爱初期有点上头嘛 总是愿意去相信这点真的 我个人的一个收入情况是 在认识他之前 我从去年7月份做直播 做到现在 呃 月收入大概二三十万吧 最少是十五万 最差最差 然后最多是三十 三十九万多 就是平均下来二三十万 然后我在做直播之旨 我是一名古章老师 是我考的那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资格证 然后去小学到了一段时间的音乐老师 然后我被我老板突然就挖过来做直播 就是也很突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然后最主要是现在给我的一位是我做感觉我不配 我凭什么 你说他的条件这么好 他不仅自己有钱他家里还有钱 算是那种打官贵人那一类的吧 然后我的原生家庭也不是特别好 我我的外貌我的包括所有一切我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弄来的 我家里人没有给我一些很好的帮助 给我的帮助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从小培养我走艺术这一块 我拥有从四最开始你刚刚说你零零他零四 我他九五说错了九五因为我大五年 哦 你你就觉得你对 那你就这么感觉也没毛病 你听我讲因为我找我找不是那个我不配我不配的感觉 你就不会太上头 是吗 对啊 因为你就觉得我的预期没有那么高 可是如果你秉持的预期很高 那么你会真的很上头 因为我我我以前谈过一段恋爱特别难受 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男生那个男生跟我说 他想找个女方家也是当官的或者做生意 就是岳父对他爸妈有帮助的那种 然后我我家庭又是离异家庭 我被我前男友弄到真的是 很疯狂 然后我到遇到现在这个男生我觉得我不配了 你听我讲啊 你的想法呢就是是这样的 我们分两个两个方式两个方向走啊 我分两个路来跟你讲这个事 首先这个男生他会找你他会喜欢你是有他的道理的 这个是必然的什么道理呢 你看啊各个国家的啊最高的是不是都喜欢搞艺术的 首先你想想这个问题对吧 这个本身就是他们这一类人本身他们很主流的审美 就是这样的 而且你现在也还很年轻对吧 你刚出社会也不久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天然的喜欢你们这样的人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这是首先我告诉你 你的自我价值 去被这种人 就这种人他想要去吸引你 或者说你你你你会吸引到他很正常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说 你不抱有幻想的也是对的 你不要因为这些公子哥给你投射的一二三四五 然后你就去放弃自己的视野 或者说相信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沉沦于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会变 明白吗 他们见的这段可能是真心的 但是他不能保障他的真心不变 那如果他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在做主播 他跟我有提说 不想我做主播压力太大 他想把我跟他妹妹 放到一起去开个花店 给我们投资啥的 然后让我搬去他的城市住 你觉得这件事情要这么快落实吗 不可以 你听我讲啊 你在什么城市 他在什么城市 我在广州 他在厦门 我觉得不要 我觉得不要 你可以去他的城市 继续做直播 但是你不要去他的城市 什么开花店 疯了吗 我觉得你要告诉他 第一我不累 明白吗 我不累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事业 这是你自己的底气跟经济来源 他喜欢你的时候 本来就是因为你在直播间里 你有光环 你一个月能够挣到这么多 你是一个有光环的主播 你没有了这种光环 你还有什么价值呢 但我想 但我 我个人想结婚 因为我真的很想结婚 这就是我刚刚告诉你 你的预期不能放在那 你的预期放在那 你 那后面就不好说了 你等 去熬去等 你不知道什么 什么 什么才是你最后的结果 因为赌男人 这个事情是赌不准的 除非他现在立刻马上要跟你领这个证 否则都不能证明他会娶你 那如果说我想跟他走到最后 我应该做些什么去推进我们的关系呢 保持自己的光环吗 对的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就做你自己 就是也不要为了他去做些什么改变 也不要说现在就回去当个老师 开个培训中心 除非我做了 他现在就要娶你 并且跟你谈好 买一套房 写你的名 然后买什么钻戒 什么彩礼 一二三四五 我们领证 除非他这么聊 否则 不能不能这个样子 绝对不能提前 因为男人画的一个饼跟一个预期 去牺牲自己的前途 哦好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跟这个大哥认识 是在我们一个局里面 我们是唱歌主播 然后他先支持的其他女主播 然后看到了我才来跟我刷的 然后我们在四月十七号的时候 那个女主播 我 还有他 还有那女主 女主播的两个助理 我们一起去厦门玩了 但是在厦门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那个女主 我选择了我 可是在我看来 那个女主 甚至比我好看 而且那个女主 做了八九年的主 我才做了半年 她收入肯定没有小一个亿 也有几千万了 就是在她看来 她为什么不去选择那个女生 还选择我 而且她选择我之后 她还给 她还继续给那个女生消费 那个女生多大 可能九五九六的吧 那个女生 她只想给那个女生做 那个叫什么 情怀大哥 她只想给你女生做情怀大哥 就是她喜欢你这个类型 她喜欢你这个类型 但是她如果说她纯粹只是说 纯业务支持 她会支持那个类型 哦 嗯 那你觉得我们都谈恋爱了 她还要支持 女主播这件事 要要管吗 不用管 不用管吗 她想给谁花给谁花 哦 我知道了 嗯 因为我看 我们从厦门回来之后 那个女主播对我就是 还 还蛮个应我的 我看她表情什么的 关你什么事 我就 做好你自己的事 好吧 我知道了 嗯 那所以就是现在的路 就是继续做直播 然后 发挥自己的价值 也别管这么多 对的 嗯 那我没什么疑问了 谢谢曲老师 嗯 谢谢 嗯 哎不行了 哦 鼻子真的是 讲话 讲三句 鼻子就要堵了 讲三句 鼻子就要堵了 哎 不是鼻炎 就是感冒 鼻炎本来是鼻炎 但是就确实感冒 很严重 哎呦 我跟你们说 男的就是喜欢 找他们理解当中的清纯 的女生 懂吗 他要找他理解当中的清纯 然后他可以走个养成戏 他看着他能够一手 把你扶起来多好呢 而不是八九年的主播 那是别人扶起来的呀 对吧 他还在脑子里去预呼呀 那你干了八九年了 是不是 你大哥得有多少呀 一二三四五 他还在脑子里盘你的账 对吧 儿子还不是我的勤怀大哥 他现实生活当中找女朋友 肯定也不会找我这样的 他肯定也是属于情怀大哥 他也是我的情怀大哥 对吧 没事 我这个纸巾是那个 上次他们有一个粉丝 跟我推荐的B&M的纸巾 还挺软的 没问题 嗯 哎 大家没有关注的吧 我组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 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 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经贵的关系 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三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私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哼 我告诉你们 做主播 能够被这些大哥喜欢 就是因为你在做主播的时候 有好多人喜欢你 知道吧 你有那个被别人争 被别人抢的那个光环 就跟那些明星 那些土豪追明星 不是一样的吗 那个明星难道他就比那个 你们学校里的那个校花 长得好看蛮多 你说呢 一个明星就一定比你学校里的校花 长得好看很多吗 那些嫁入了豪门的明星 本质上来讲 当大家退去光环的时候 你拉到生活当中 都全部穿一样的衣服 占一排 那不是一个东西吗 那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对不对 你说你去啊我去开个花店 你真的去开个花店 你跟那个花店 其实是长得蛮 怎么着 你能比别人好蛮多 到最后你没有 你没有跟别人 差异化的东西了 他原本喜欢你的东西 他就不存在了 他现在想的是 把你圈养过来 但是真的把你圈养过来之后 他就会慢慢的发现 你曾经让他想要的 喜欢的那些东西没有了 于是他又去追逐 一个花蝴蝶了 因为他有这个彩礼 他有这个资产水一拼 他想去追求谁 他就可以去追求谁 他就要去追求那个最耀眼的 他就要去追求那个最多人强的 他就要去追求那个00年 一年就能靠直播 挣二三十个的 他就要追求这样的 明白吗 来下一个 我不知道我是一样了 我也没错 我也没想错 就这样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名字不能为空你好 你好 你的麦关了 你说 看 呃 哎我听到了听到了 你不要退出啊 不要退出 我听不到了 哈喽 哈喽 没有去去咋办 我你要播到八十岁 我努力啊 我一定就跟那个什么 湛蓝 湛蓝哪 什么相带呀 是吧 哈喽说话 我现在整鼻疼 感冒的时候整鼻疼没用 只有鼻炎发的时候整鼻疼才用 感冒的时候没有用的 哈喽你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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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去 你好 是这样 我来反馈我的结果了 这是我第四次连麦 对 上一次跟你沟通是 呃 因为有两个同时想要跟我推进进内城关系的 呃 男生 其中一个 呃 是后来 就是 的一个男生吧 你当时跟我说的是 如果说他同意 他主动提的 呃 六千个W的婚房 可以呃 共同名下 然后被公证 然后自愿赠予这种的 或者说就做公证的话 是可以跟他推的 因为他当时的状态是属于 他虽然跟我同龄 但是他是扯过快乐症 也有过这个 呃 女儿 对 呃 所以是这个情况 呃 现在呢 我给你反馈 我根据你的 然后我现在也 第一 我先说我是金贵 我也是后来意义安安的 嗯 后来呢 我跟他一顿操作 一顿话数上 他同意了 但是呢 现在又出来了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 他跟我说 目前他们家是有一些资金的压力 资金的压力的话 他说这 呃 六千个W的房子 目前属于 属于在被抵押的状态 他们 如果这个在两三个月 缓解了以后 好 呃 属于这个 婚前的话 婚前能不能婚后转 如果婚后转的话 可不可以 如果婚前的话 感觉不太合适 那转了以后 他能不能再把这个 婚房作为抵押 然后 来补充现金流 这是一点 呃 对 对啊 那那本身是说是 共同资产最后变成了共同债务啊 对 呃 因为我当时就是 我可能提一个关键点 你就能想起来 就是他属于家 他属于没有财权的二代 呃 他父亲是有几十个小目标 但是有多个水龙头的那个人 对 是这么一个情况 呃 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下 他给我提到这个 我就很觉得我不太能接受 呃 对 呃 他有提 他有提过 说这个能不能 呃 就是一千六百W的新购置的婚房 一千W新购置一个婚房 算我们俩名下 对 可不可以 算你们俩名下 是婚前写你一个人的名字啊 写我一个人名字 哦 因为你这个六千个W不是加你名字 变成了六千个W的资产 变成两个人的吗 那现在是 那本应 等于说我本来可以拿到三千个嘛 嗯 那现在只有一千六百个 不应该是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吗 明白啊 如果再写两个人的名字 那不就是相对于八百了吗 玩啥呢 嗯 到底是谈谈那个啥啊 因为 而且呃 而且其实 我本身的那个走五框架 不能说 虽然呃 因为我在二线城市 虽然不能说特别好 但是相对选择范围还是呃 可以的 然后自身呃 自身也有一点小光环 他一开始我跟他 就是他主动提的这个六千个W的过程中 他还杀了一波价 他杀了一波价 他是用这个一千六百 呃 个W的房子新购置来写我们俩名价 但是在那之前是他主动提出来说 家里原本有个六千W的转到我们的名价 就他还杀了一波价 后来我拉回了这个六千W 然后他又说 要这么个操作 我就觉得 说明一开始就换你 一开始就不是真真心想去 对 就这么个逻辑 没什么逻辑 对 一开始就是话题 嗯 明白 嗯 然后同时 他现在又开始跟我在 反向的在给我 洗 洗我的这个 披毛 嗯 哎我 他就说 哎 感觉跟我 原本就像 哎 不顾一切的爱情什么的 感觉跟我 好像在谈 放在生意桌上 在谈 谈一样 或者在谈生意一样 我就觉得这个操作 呃 我有点 我给你谈钱 他就是这样的 你跟他谈钱 他就给你谈感情 你跟他谈感情 他就给你谈钱 就是 就是这样 哈哈 呃 你反正他只要不想给 那他总是要找一些别的方法的 对吧 嗯 我是想 那其实你是怎么看 我个人是觉得 呃 如果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说 你觉得这个人还有必要盘吗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属于比较稳步推进 可能两家比较门当户对 哦 对 就是付出意愿也是比较强的 有底线的聊吗 你的经济底线是什么 聊到那个底线就不能再往下了 就这个意思 就是谈判的 不是女生就是谈判 谈什么呢 对 他他一个是吧 就是我并不觉得扯过快乐症 有过这个孩子有什么问题 但是本身是因为 他们家庭的背景很复杂 然后呃 他的那个前任也属于那种 带球大 他五岁带球 那个 就是逼着 呃就是逼得进入围城的这种 然后而且现在每个周还要 他的前任还带着孩子 就是对 回家去跟他父母去见面 就家庭关系也很复杂 他要求我进门以后 还有面对他父亲 就是半军如半虎那种状态 然后还要让我帮他做事业 我就会觉得他一切算的都很精明 让我感觉就是生意难 在家皇帝 就皇帝难的思想 但是生意难的能力 对啊 没毛病 没毛病 这个客户目标客户 如果有比他更稳定靠谱的话 这个目标客户 你还建议我继续推吗 我都说了 你的你的价位的底线是什么 没有什么建不建议继续推 你价位的底线是什么 你能接受他这么情况 你一定会有一个价位底线 价位底线 我当时考虑就是 六千个W的房子 共同名下 然后他一百个财力我是能结束的 因为我也赔七八十个的车 按你这样说的话 他现在这个事已经不可能达成了 那你就不用推了呀 还推什么呢 嗯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谢谢去去 拜拜 希望你越来越好 拜拜 一百万的彩礼嘛 加六千万的房写名嘛 那人家肯定有 有自己的东西 人家才会提出这个数啊 人家没有自己的底气 人家能提出这个数吗 他那是个村里的那个小 他那是那个村里的村 村 村花 他他不会提这个数吗 是不是 对吧 村花小方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昨晚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盘的 加个粉丝盘 加了粉丝盘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经贵的关系 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为一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 再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私物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你们总是喜欢 自己给自己画大饼 总是喜欢 自己给自己画大饼 这要是能接住以后能有更多 我跟你们讲啊 你打他那个什么 奶茶 你看奶茶跟那个 东哥 奶茶跟东哥在婚前 东哥就是生意男 东哥就是典型的生意男嘛 对吧 就是把所有能规避的风险 全部规避完了 就是为了以防你跟他扯快了阵 然后分他的财产 但是你看 奶茶第一次 拿到大的经济 实际上 就是东哥出事 你们发现了没有 那你就算 到底就是啊 就是你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论调嘛 对不对 那我就赌嘛 赌什么呢 但问题在于他那个 他现在跟的不是这个男孩 他爹 刚刚这个客户 他跟的不是这个男孩 他爹 他跟的是这个男孩子 是个二代 二代怕什么 二代毛都不怕 好吧 人家东哥那是要上新闻的人 懂了吗 人家 人家奶茶 能够在那个节点上 能搞到大的 那是因为 他的一举一动 那个时候 对于整个京东的股价 特别的重要 明白吗 那东哥就是典型的一个生意男嘛 他就是通过 这种抓你的错处 完了以后拼命的生娃 对不对 然后才要发展自己的事业 他是 他是三驱并行啊 对吧 一边抓你的错处 一边提要求 一边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边生娃 是这么个搞法 而且他必须要 面对的是一个 非常在意公众形象 非常在意 就是在在在 这 就是这个叫什么 舆论风向的一个人 才行 他但凡遇到个像马斯克这种班子 你看看 你这是国情啊 也是根据不同的地方来的呀 也是根据不同的地域来的呀 你遇到马斯克那种班子 你啥 啥用没有 你啥都搞不了 你懂吗 你赌也是要看对象的呀 赌是要看对象的 明白吗 一个男的 他对你 他可以是生意男 但是呢 他对于他的 呃 这个 他的企业 对不对 他的事业版图 他的员工 他所有的一二三四五 他有着重新装置 而且呢 他也是一个愿意去为他 整个的这个家业去承担大的责任 然后他还有一个骨子里头 他有比较传统的思维 他还生活在这样一个土壤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人才有你赌的方向 你真的是换做一个 他没有他没有舆论压力的困扰的话 他既不怕舆论 也不怕道德谴责 他什么都不怕 你跟这种人你在怎么赌呢 你前面刚才他这个男孩子是个二代 明白吗 这就是我跟你讲 你跟王静凌可以赌 你跟王苏能赌吗 你跟他有啥好赌的呢 他说跟你谈跟你谈 说明的换一个就换一个 对吧 我以前的老开玩笑 他一个人可以撑起一家MCN公司 但反正跟他谈过的女朋友 最后全部能当网红 他一个人都能撑起一家MCN公司 谁能捆绑得了他 谁能说他他他给还是不给 他不给你能把他怎么着 对吧 你们没有任何抓手的呀 没有任何抓手的 是不是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个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我之前告诉过大家一个观点了的 就是我告诉过大家一个观点 就是生意男不是不能找 对于自己的未来 有着非常大的雄心壮志的女人 是可以找生意男的 因为生意男 他是非常乐于 跟你做资源置换的 他是非常乐于 跟你两个人做大做强的 但是这种男的 一定要智慧极高的女的 才可以找 否则你很容易被白皮 知道吧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帮我的婚恋赛道 出谋划测一下 看我的定位 精不精准 然后我 我个人情况是这样的 我是00年 然后学历史 国家本科 身高168 然后长相 身材7分左右 优势可能是没有整过容 家庭资产的话 加在一起 5到6千万左右 然后我爸妈以前是 我出生之前就离异了 你注意一下 你规避一下 那个违规子 不好意思 就是扯过 我爸妈以前扯过快乐症 然后所以我有一个哥哥 但是关系出出的也不错 并且我哥哥那边 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错 然后我自己有一个 我不知道现在 短板算不算严重 就是我两年前 我父亲就是因病去世了 然后我有跟我的母亲 商量过这个事 可能对我的婚恋来说 是一个短板 但是我们能确保 就是当我订婚 或者是跟男朋友 见家长的时候 会有一个 就是继父这个位置 不会空出来 至少有人 有人坐在旁边 不会就是说 这有什么用 人家管你那个继父 你继父除非 你跟那个啥 少一个家庭成员 总有总比没有好吗 这是个什么理论 就是如果说 你要有实力的继父才行 好吧 那那可能 呃 我估计啊 够够选够选 可能就是普普通通的继父 不是要这个人吗 你要这个人干啥 多余 然后我自己的话 是想在25岁之前 就是能 能拿到本 就是能找一个 呃 有一定经济权的二代 推进结婚这件事 然后我是希望往上找的 上下 呃 对方的家庭资产 我希望是 五六个小目标上下 但是我可以接受 对方比我大 十二三岁左右 也接受有过婚室 但是有没有娃 有几个娃 是男是女的话 就要根据现实的情况 很凉嘛 嗯 因为我觉得我找同龄人 一是我担心对方没有玩够 二是我觉得不太好 找对方要经济付出 你找你当十几岁的 还怕别人在乎 你有没有那个 继父坐在那里 太搞笑了 因为因为我担心这种家庭 会比较比较在意嘛 然后第三个是我发现 喜欢我长相的男孩子 一般也是我说的这个年龄段 就是可能九龄左右 年龄小的喜欢我的也有 但是不多 然后我就觉得 我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说我要跟对方 推进谈婚论嫁的话 我的家庭这个状况 肯定是要如实交代的嘛 然后根据你之前的视频 我也知道这种短板 不要一上来就说 你这不是个短板大姐 就是父亲因病去世不算 这算啥短板呢 人家可能会想很多啊 有啥好想的呀 这就什么单亲 人家在意的是那个 扯了快乐症的那个 你就是父亲因病去世 没有 你不用管他扯了快乐症 那因病去世也算 那我要上来就说嘛 比如说我跟一个男孩子谈 那我上来就说 我父亲就是 这不用说 聊到那了 你在说 那如果对方问起 为什么去世 我就实话实说嘛 就因病去世 对啊 就有两个讲方式方法 这有啥方式方法呀 这不是生老病死 不是人之常情吗 但是我们老家那边还挺在意的 就是家庭成员少一个 就会比较难找 如果要找家庭条件好的 什么玩意儿啊 我不懂啊 你这个点我完全get不了 又不是什么 又不是你爸抓了 又不是又不是被抓了 这个点你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影响 对吗 对于讨论家 那我现在就是我的目标 这个框架 其实你觉得 就是和我这个人的价值匹配吗 没问题 就是也不算特别 就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 没有不切实际啊 你也没有啥呀 你这不是正常要求吗 都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要找一个 比我们家庭自然 可能是十倍以上的 我不知道是否现实 十倍以上 你接不接受有婚史的 你可以接受有婚史的 对吧 对我接受有婚史 那你就多 多去对对碰吧 直接就是对对碰吧 你现在多大来着 对 我现在零零年23岁 找得很慢 两年的时间 你把所有的那个付费 对对碰全部搞一遍 那肯定能找得着 对对是是是 然后我还有一个事 我不知道算不算 我的一个加分项 就对我责我来说 就是我除了家庭本身的 这些资产 和自己的年龄 自己的学历以外 我家里面还有一个 有一个资源吧 是跟就是大苹果有关的 但不是我直接的 就是亲属关系 是我跟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关系非常OK的那种姐姐的 然后我们认识了也很多年了 然后我在想 我去找对象的时候 找一个这个 就是这个大苹果 是我这个姐姐的家里人 然后我在想 我找一个二代的时候 找这个大苹果权力范围内的 高度对口的二代结婚 会不会对我的这个 拿这儿或者是 拿这以后的生活 是个加分项呢 你管撒网吧 好不好 你先看看有哪些选项 你不要自己在这 坐在床上想 好吧 你肯定是遇到什么样的 基于那个人的情况再去聊 你自己在这 规划的那么清楚干什么呀 因为不想浪费时间嘛 就有些人他可能 可能那个 确实是看上去条件不错 然后也年龄也不小了 但是他不一定 到了比如说半年的时候 他不一定推进的下去 我在想有这一层 加分的话 是不是就更容易拿这个 想多了 你太年轻了 你的 你自己觉得自己很有智慧 其实完全是没必要的 一些想法 多余 你现在在边缘性思考 多余 你得先看 你能遇到什么 遇到什么 然后再 你们就去调研 他的这个整个的基本盘 就行了呀 你有你妈在前面把关的 有你妈在前面把关 走正规的对对碰的渠道 对不对 上来就是谈文论嫁的 哪有是推到半年推不动的呀 上来就谈文论嫁的 基本上三个月到半年 肯定结婚的搞完了 但是我发现我也去了一些 对对碰的机构嘛 然后我发现他退过来的男生 他们本身都不能确保 这个男生是真的想要结婚 还是说打着结婚的民意谈恋爱 所以你自己要去见呢 你妈要跟你一起见呢 那你觉得多久就见家长会比较 一上来就可以见 你妈甚至都可以在前面帮你面 你懂吗 上来就我妈去见那个男孩吗 对呀 有什么关系呢 好那那也OK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我是对对方有一定 就是经济付出的要求的 但是看你之前的视频 你说找结婚对象要经济付出 和其他的不能就是混为一谈 那我既想要要这个本 又想要对方给我经济付出 那有什么方式方法吗 你妈走在前面 所有的条件你妈来提不就完了吗 就那也不是也有自己的 跟这个人的相处吗 不用啊 你们走最传统的那一套就好了呀 最传统的那一套 但是我 就可以了 最传统的对对碰 我也我也不想把所有的 就是希望的都压在对对碰上面 我可能自己也会去 在我的圈子里认识一些人嘛 如果是不是相 你自己走那种路子很容易被骗 你你现在的这个读 你说的这些话呀 太容易被别人画大饼了 我跟你讲 就是 其实你还是建议我直接对对碰 对的 我建议你走最传统的渠道 避免自己去绕兜圈子 直接所有的条件前面都谈好 你妈觉得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需要给你付出什么 一二三四五全部罗列清楚 她能够OK OK进来 不能OK再见 这样是第一个月就这样吗 一上来就这样 先看照片嘛 看人嘛 看不看得中 对吧 然后把条件告诉你 你觉得OK OK那就可以见 就这样 我们这边很多这样的 家里的家里的 然后帮她找男的嘛 找了以后 男的想认识 想认识啊 你的表妹 你的这个 你的那个对吧 看中了 看中她照片这个 前面的家长级别的 这个长辈级别的 直接在前面说 那她一年下来的话 至少要花六百万 你能不能接受 你的意思是 我妈 我母亲替我去跟对方 这个男的谈 说你得给我女儿 花多少钱 对的 有 真有这种谈法吗 很多呀 就是啊 你要见她的话 因为她 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她一年大概要花多少费用 你能不能承担 对不对 你能看得中 对吧 我们家反正就是个情况 你能看得中 那她一年要花多少 那我们对对方的要求 是什么 一二三四五 就就 人家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确实很 很干净 你懂吗 就她整个的感觉 就是干净啊 传统 那男的就 如果她就是想找这样 她就OK呀 就没有情感铺垫和基础 累积也是OK的 OK呀 你这是很看条件嘛 就不能我自己去谈 一定得是我的长辈去谈 不是不能 是你的想法太多了 你这种想法 其实容易 就是聪明反备 聪明我没必要 就是上来就谈 嗯 条件 OK明白 谢谢 谢谢 在23岁 他懂什么呀 没有那么 他自己觉得自己规划的 你清楚 但其实没有 因为就是计划 不如变化块 你还不如有个长辈 在前面帮你拦着 对不对 你能达到什么条件 咱们就往下 达到条件就不用往下 因为 他有架子嘛 本身原来也是个富二代嘛 基本盘在这 对不对 多拍点漂亮的照片 对吧 然后 直接就是 首先第一关 就是那个没 对不对 没什么人 然后就给人看 干得住的 就直接告诉人家 这个女孩子家里条件好 她对经济条件要求高 首先就第一轮就在 然后就是先过她妈这关 对不对 因为这女孩没谈过恋爱 就是情感经验很少 你说她妈妈把她保护的很好 而且呢 爸爸去世了 所以说呢 就是要 家里人要给她 不想让她在外面上当受骗 对不对 不想让她在外面就风吹雨打 就好了呀 就这样啊 你整个人设不是做完整了吗 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认识这样子的 我没有认识这样子的 就是 但是我们认识的 那女孩不是真单纯 但是也是被包装的这样子 被包装的这样子 也有这样子 就上来就跟你谈好啊 然后就 能搞就搞啊 不能搞就算了呀 不耽误时间的 蛮多啊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有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经贵的关系 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投降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 一回复你们 我跟你们讲 很多非常厉害的 艺术院校的老师 他们也会做这个工作 老师他们也会做这个工作 因为有一些 艺术院校的老师啊 教授啊 这个那个的 他们的社会人脉也很丰富 因为他们会参加 各种各样的高级会员嘛 然后他们会有 各种各样的那种活动啊 然后就会认识 很多很多商政的一些人 然后这些人呢 他们有一定的年龄 然后他们又想找这种 很年轻的啊 然后不一定要条件多好 但是要年轻的 漂亮的 然后家世背景清晰的 他们就会直接跟这个老师聊啊 老师就会告诉他 我这边有哪几个学生 12345怎么回事 老师就会做这个动作啊 你们以为呢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喂喂能听见吗 哎听到你说 啊就是呃那个 呃曲曲你好 就是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今年是18 然后我现在是在高三 然后我是我们省 就挺大的一个省份 我们省最好的高中 而且这个学校是挺有名的 而且就是在我们省 可以说是就是 非富即贵的一个传闻吧 呃就圈子什么都很到位 然后但是我 我就是大概就是 嗯七分左右 然后我之前是一直走一个 包括为什么能扛张的 我是纯雄技能的那种 然后就是 最近他才就是 嗯近两年才因为 比如说在在网上发自拍 然后被一些人私信 然后就有那种说要给我钱的 才有了点桃花的这种 在学校我都是那种 有男生追我 我直接就是呃 我都是嫌他们 当然我学习的这种情况 我就是完全的 不开窍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 通过这种网络 认识了一些社会上的这种 男的基本上都是 反正就是说给我钱 然后因为我 说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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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嗯嗯就是一个说是给我 每个月六万 呃现金呃六个六个 然后现金 然后他是因为我就觉得 因为我就是因为年纪小 没进过钱 就是我说米 就我 呃 就是因为没见面 他 你记得懂我说话吗 对对对 你对什么 我能听听吗 你看过连拜规则吗 哦哦哦对 哦六个 哎呦天呐 你下次看见连拜规则吧 你在说什么呀 下次看连拜规则 他这个再再再再说下去 肯定违规了 他这说下去肯定违规了 来下一个 哈喽你好 你说 啊能听见吗 可以你说 哦是这样的 我跟您 我是您的一位议会员 然后也是 呃金贵的会员 然后就是观众您很久了 然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跟我老公都是那个 在商学院 中国前三的商学院认识的 然后我34岁 他30岁 然后我们俩在 前年的12月份认识了 然后谈到第六个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是很开心 然后 然后我就找了你们的一位议老师 然后你们的一位议老师 就给我出了一些对策嘛 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谈 我就后撤了 后撤了我们俩分了一个半月以后 后来他跟我又和好了 然后和好了以后 就到了前年的22年的12月份吧 然后我们两个就结了 然后我说一下我的经济状况和他的经济状况 就是 嗯 我有点忘了 嗯 记不住了 就是远远都远的那个 然后 嗯 后来我们俩和好了嘛 然后我的经济状况是我们都在一线城市 然后我是在北京有策略房 然后一年大概 其实我应该是七八十个 但是我跟他说的是二三十个 然后他是在创业 几次创业 然后但是他的资金 就是都砸在了他的创业公司里面 然后现在在一线城市也没有房 在老家有房 然后 嗯 当时后来我们俩接了以后 就是 嗯 我爸爸要的彩礼是十打不了 然后他给了二十 然后后来他又要回去了十 然后这件事我就挺不高兴的 然后我们俩就吵了一架 然后 嗯 然后后来 然后后来那个 我们俩因为 呃就是 就是家里的财权问题 我就之前跟他说过 我说我必须要整个财政大权 他就不乐意 后来因为这件事 我们俩就闹得非常恶劣 然后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就分居了一个月 就是很僵 然后后来又过了一个月 又开始能分居 就是感情一直就是 他情绪也不好 我情绪不好 总是闹 然后后来在前天 前几天的时候 我终于发现为什么 就是在我的车上 我发现了GPS定位 还有那个语音录音 就是说从去年六月份开始 我跟我爸所有的吐槽 还有我跟我朋友 所有的吐槽 他都听见了 我我也明白 为什么他 就是情绪一直 这么不好的原因了 然后中间我俩老吵架 他就说 他就说这个婚节子 你们家什么都没出 就是他觉得他付出很多 他说你付出了什么 我就问我 然后我就很那 就差异 我说那女的结婚 应该付出什么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我找到这件事情 我就是觉得这个人人品有问题 我就接受不了 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是你很老的会员嘛 你也一直说 我就一县城其实不是很好找 就哪怕我们进了商业院 也不是说特别好找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那怎么办你多大 34啊 他30 他30 你34 对我比他大 但是长相上我们都算是 占约了一圈 全百分之十十五的吧 现在他知道你一看到他安的这些东西了吗 知道我跟他说了 然后他什么反应呢 他开始不认 后来他认了 然后认了以后 我知道我现在车里还有第二个GPS 我还没有找到 我就跟他说第二 但第二个他不认 然后呢 然后现在呢 说完这些事以后呢 说完这些事以后 然后他就想 他就觉得 因为以前 他看过我手机 他看过我的很多 翻过我的家 我都没有吱声 我也没有 我就跟他说了 点了他一下 并没有跟他掰成 但这回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可能觉得 就之前我们闹来回闹 每次闹都是 我说 我说算了大离了 然后他就来哄我 哄完我哄一哄 可能也就好了 然后这回他可能还是没觉得太大的事 但是他今天可能感觉 我确实挺坚定的 然后他给我发 就是发了一个很长的 就是那个 你不要一直动你的麦克风 发了一个很长的短信 就是说 说那个意思 说我 如果你要想怎么着 我也按照 我也同意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你现在的主要的想法 到底是想过还是想掰 我说实话 我对他还有感情 但是这件事情 我真是让我挺害怕的 就是控制欲太强了 这个事儿 肯定就是这么个事儿了 这个男的呢 肯定也就是这么个人了 如果说你觉得 你是不可能长时间的去 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的 那么要扯快乐症 肯定是完扯不如早扯 对吧 这个是必然的 除非你觉得 这个东西你未来可以接受 不是说去改变它 而是我能接受它 这种 捕风捉影也好 或者说非常的心思敏感也好 而这个那个也好 我就愿意这样 反正我就在 他顶着就在我车里 安这些东西呗 反正我平时说话注意点呗 如果是这种想法 你也可以再试一试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 如果我这次再原谅他 就是我一丁点底线都没有了 我就跟个犯人一样 什么他都看着我 他对你平时就是会管控的 非常厉害是吗 其实我很 我很干净 我从来没有就是 跟他好了以后 我从来没有任何异性 就是他 他应该是 在去年 我找你们那名 一位一老师之前 他就已经安乐 我也 其实中间我也有觉察到 我的车里肯定是有问题的 只不 而且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 我说如果你在我车里 放了什么东西 你立马给我拿出去 否则再来就离婚 这话我在结婚以后说过 不要违规啊 哦 sorry 现在就是说 你到底对这个事 是不是不能接受 你想一想 你不能接受就早点搞 别磨叽 不能接受就早点掰 别磨叽 你的意思是 他以后还是会这样 肯定的 这个 他这个人 我告诉你 他这种方式方法啊 一定不是第一天这么干 明白吗 你像 你像你现在问任何一个人 让他去买这个东西 他都不知道上哪买 你懂吗 他不是第一天干 而且呢 他轻车熟路 而且很有可能 他不管商业上面 还是在哪里 他都会怎么干 那这种人是人品 有问题吗 是阴险吗 对 他是属于 非常喜欢搞 使阴谋的这种 他不是说 控不控制欲 知道吧 这就是他做事情 灵惯的方式方法 不相信任何人 而且他会提前的 去给自己做铺垫 做预警 把所有的证据 先收集到 他这个 他说 那这件事做的是 因为我头两次说 要离这件事情 所以他 就是给自己做的 后手吗 可以这样 他就是这么个性格 懂吗 这就是他做事情的 方式方法 明白吗 这就是他做任何事情 方式方法 是不给自己 留任何的后患 把所有的风险 放在自己的 控制范围内 然后对于人性 是极致的信任 他就是这么个人 那你说 就是他这个人 是没法变的 我只能适应他 这不可能 而且这种东西 都随着年龄的增长 愈演愈烈 那他这样不信任 不信任的话 他就不会做物主付出 我们两个 就在家庭生活方式 他很计较 他不付出 他让我付出 对 那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 明白吗 他们这种人呢 是需要一个 不停地去治愈他的人 可是别人要 消耗自己的能量 去贴补他 我们是坚决 不支持女人 圣母心泛滥的 那你说这个 这个 离这件事情 我会很顺利吗 以他这种性格 反正他做的这些事 你现在不都是实打实的 他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不对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呀 走神序就完了呀 就是说越过的话 我会越悲惨 越过这个东西 就会越演越烈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啊 除非你真的是 圣母心泛滥的那种女的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 他还一直这样下去 对呀 跟你就是 没有什么没关系啊 他要防范于未然的 嗯 嗯 我明白 好吧 就这样啊 这个 Hello 这个人算是 比较差劲的男的吗 就是在 你见过的 我没见过这样的 没见过这样的 是很 就是很极致的了 是吗 嗯 嗯 行 谢谢啊 嗯 嗯 你别老给别人扣心做的帽子 我也是天心 我从来不这么干 好吧 我这要来来 要滚滚 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说 我是非常在隐私的 我连别人看我手机 我都不能接受 你别说在我这什么 安全不监控这个那个了 看我手机 我都不能接受 我遇到过那种 我遇到过那种 因为爱我爱的不行了 已经有点丧心病狂了 非要上我家里来 安监控的 但是 我遇到的极致 就是他会跟我打商量 我心想 这不打傻缺 这跟我打商量 我能同意吗 他知道不打商量 要是不打商量 搞这个事的话 那肯定会 在我这 那肯定是没命了 他会跟我打商量 就是想在你家 安个摄像头 能不能在你家 安个摄像头 因为我实在很想知道 你每天到底去哪了 在干啥 笑死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今天晚上的故事还可以啊 我觉得 今天晚上故事还可以 我怎么可能同意 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你这 真的是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那我 我不出去蹦迪了 那我不是说完晚安 还要出去蹦迪的吗 真是的 那我说完晚安怎么办 真的就睡觉了 我哪那么早睡啊 他没有关注的 我昨天顶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盘 加个粉丝盘 加了粉丝盘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怎么回复站 怎么回复 就跟你说 你是不是有病 这一句话呀 你是不是有病 没了 哈喊 哈喽你好 你好 你说 哦 我是你的老粉丝了 然后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情况 我 我是 98年 然后男朋友 她是 呃 40 呃 在一起快 一年了 然后大概付出了一两百个 呃 我其实一开始是不怎么喜欢她的 就 但是她确实 她这些 挺主动的 然后 也是平时会给我情绪价值的那种 我就有点上头了 但是她这个人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点那种双标 呃 我还没说 她是扯过两次 她是扯了一次 然后现在 这一个的话是很久没有住在一起了 然后这个确实是 嗯 她也是想跟我就是走长期关系的那种 但是她就是很爱骗我 就大事小事都要骗 就大事的话就比如说 她去那种 YC去玩 呃 她不会告诉我 呃 然后我就会骗我说是什么 跟领导出去玩 呃 陪领导 然后结果是自己出去玩 然后比如说 就是明明玩得很开心 还在那录视频什么的 结果 但跟我说 哇那好作物如山珍 她几件子你这玩 这个也 这个算骗吗 这不叫骗的 啊 这叫美化 这 你看啊 你看啊 你这个人不讲道理 你看啊 这去YC玩 是不是 说我去陪领导 这个我去陪领导 可能大哥也是领导 对吧 平常一起玩的 人家可能跟我没有业务关系 人家也可以是领导嘛 他只不过把这个事美化了一下 他在那玩 玩的 你觉得很开心 可是他跟你说如坐针毡 这个不是为了照顾你的情绪吗 这这这这这这叫美化事实 这怎么能叫骗呢 你看你这人 我可能就是不能接受这种东西吧 哎呀 我可能是想太多了 确实可能是我想太多 太上头了 因为他平时也跟我情绪价值的那种 这个等于说 你说你是觉得这种东西都不叫骗 然后我也不要叫针是吗 叫个毛的针 你要是今天这种东西都叫针 你以后结婚不可能找到一个有米的男的 哪个有米的男的不去YC应酬啊 他都是带那种小弟去的 就是带小弟去嗨的那种 不重要好不好 不重要 你又没把这么大个 把这么大个叫什么 把这么大个大羊让给别人 他算是还挺好的是吧 人家一年不是能给你花一两本 还还还还呢 又能花一两本 还能推动谈文论价 有什么问题吗 这种 这种也可以适合谈文论价吗 那你不谈文论价 你找他干啥呀 你就是为了花你 一开始是啦 但是慢慢还是有感情 对呀 你有感情 你最后不就是走谈文论价 你不走谈文论价 你不耽误时间 对我现在就是意识到 我就是觉得 就会不会是耽误时间什么的 那你找他多要点 赶紧多要点 多要点 时间到了就撤嘛 对所以说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之前跟我 那个我也来连过麦 然后就是说过 他给我承诺的一百个 然后说的是年底 然后又推到三月 现在又推到六月底了 然后一直在推 我其实也知道 他是有这个米的 但是就是不愿意 拿出来 不愿意拿 你就赶紧掰了呀 不愿意拿 下次他再去 YC完的时候 我可以不生气的 但是因为这个米没到位 下次再到 YC完的时候 我就跟你往死里闹 然后也再跟你掰掰 我有尝试过 上次他之前骗我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他 就也没有闹 就小作一下 因为我们快一年了 我就小作了一下 然后结果他给我 翻了很长很长 一大段的东西 他就说也知道 我自己情绪不好 确实我也有点那种 消耗自己吧 他觉得我情绪不好 又觉得 可能不跟他在一起 他会开心一点 就发了可能有几千次的 那种小作文 然后呢 但是后面也是和好了 然后我就说你想清楚了 你怎么就和好了呢 你在搞笑 对 你在 你这就是你在搞笑啊 他发那些东西 不就是为了 不就是为了逃避责任吗 你明知道你能借柔制这个东西 借题发挥 然后把那个一百个要下来 你不顶着他搞 你让他发一段小作文 没事了 但是他都 他都已经都跟我说 不是 他跟我发小作文 意思就是说分开了 OK啊 那你先把一百个到位啊 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性格 就是 真的就是 他跟我付出的 都是他自己主动给的 那你就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 是吗 对的 那就不要再等了 这个一百个就来不了了 好不好 而且他那个有一个 之前说的某股某票的东西 然后一开始就是 我以为他是要帮我买 结果是 说让我自己去买 我就有点那个啥 我就也 我的建议就是算了 拜拜 那个一百个 真的吗 但是他平时也是会那种付出的吗 就像 一年一两半 你要是我说了 你要是觉得 这个 那个 他 那个什么一百 你觉得那个一百可以不要了 就这么谈着 反正我现在需要你这个ATM 那你就谈着 如果你指着他那个大的要下 你就不用指着了 好 我现在就是也有打算 我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嘛 就是最后打算去国外工作 然后可能就是这下半年的事情 所以说我就想先稳定好 而且他平时也经常说我脾气不好 我也在想我要 是不是我还要再温柔一点什么的 他就他很双标的 就是老师说我各种凶 说我这儿又凶他了 那又怎么样了 你有EV1吗 你去EV1吧 好吧 那那大方向应该是要对他温柔一点吗 还是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听你讲话就稀里糊涂的 我现在听你讲话 我完全稀里糊涂的 我都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嘛 我觉得你去EV1吧 把你们所有的老师 把你们所有的聊天记录 把你们所有的聊天记录 PO给老师看吧 你能要到的已经到极限了 就是每年一两百呀 多的就没了 这就是他的态度啊 那我平时相处的话 应该是要 还是要像他说的那种 就是再给他情绪价值 然后各种体贴吗 还是说就坚持做我自己啊 我不知道 就这个问题 现在我回答不了你 我回答不了你 现在这个问题 我没有看到你们的聊天记录 我现在回答不了你 因为这个男的 也是个表演型人格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现在你接收到的信息 到底是不是你所理解的 这个样子的 嗯 嗯 好 嗯 好吧 那如果他像真的六月底 他给了之后 我我还要去打算那种 呃国外上班吗 嗯 那要看你自己 对你自己未来的预估了 规划了 你自己的规划 你想要去上进 还是你想要就这么赖着他 你想要赖着他 那你就走婚恋 想上进 那就不会因为他给不给这个米 改变你后面的决策 哦 那还是嗯 了解了 好吧 就这样啊 还想 哎呀 刚刚那个被我挂了的那个呢 刚那个被我挂了的那个呢 对我不知道我要不要 哈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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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见啊 听不见啊 喂喂喂你好 你挂一下你挂一下 你把你的对话框挂一下 我现在看不到你对话框了 挂了吗 哎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左上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经贵的关系 新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再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死我 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我怎么不带货 我一个人能挣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米吗 哈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把麦关了 现在可以听到我说话了吗 好 你说 我是那个金贵的学员 然后呢我现在基本情况是我是03年 然后现在是在上海读一个普通的衣本吧 然后学的是艺术专业的 然后呢父母都是江苏 我是江苏人 然后父母家庭条件就是普通的条件 然后呢因为我是很想往上读书 所以说我是想有就是想通过男人这个路径 然后借助这个 然后给我提供米 然后向上读书 所以说我上个月接触到了一个 但是我跟他的这个方式不太不太好 我现在想想就觉得这个方式有点有点不太好 因为我是通过中间人 然后呢就是谈好的是那种BY的关系 然后是他他是就是谈好的那种一个月几个 大概小小小几个吧 然后呢接触了一个月就是发生关系 发生了之后 然后呢就是就是我就是觉得 我发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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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 然后他是围城内然后快40了 然后他和他的 他和他的围城内的那个人呢是两地分居 然后 然后呢就是我就我我我跟他接触下来发现 他的他的他的这个实力啊差不多 至少几千个以上的那种 而且他是家里面 他和他的那个围城内是属于那种家族的那种 连 懂 然后然后的话我就是想 但是呢我跟他他跟我谈好一开始就是 我们就谈好的是一个月小几个的那种 然后然后但是他现在属于那种就是先付了一半 然后我那天看像你的那个视频你说 多少的一半一个月的一半 对我感觉他是怕我跑 蠢鬼 屁的怕你跑 他这是要吃霸王餐 怕你跑 蠢鬼一个 就是 就小几个W 那我 他这次在外面玩楼场玩惯了吗 他这属于是 那我那我是要把他踢掉换下一个还是说是 还是说就是把那个药 药 药回来 药得到吗 问题在这 药得到吗 那我后面怎么跟他谈呢 因为我跟他才认识相处不到 不到一个 一个月 他剩下的一半他说什么时候给 我跟他才见过一两次吧 都 嗯 因为过个几天再见 过几天见的时候直接让他把剩下一半给你 啊 过几天见的时候直接让他把剩下一半先给你 对 然后因为发 因为发生这个事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刷到你的视频 你说你说遇到这种就是给生活费的就直接一下子搞半年的 然后后来我又遇到了一个 然后他差不多是九到十位数 然后 然后呢我就 然后那天晚上我刷到你的视频 然后第二天我就跟他谈了 我说 你说我想一次性先让你付半年的 然后他就 他就他他他他就说他在考虑一下 然后就就就就就没就没下文了 然后就那那那这种重难怎么办 渠道不行 你这个渠道不行 你这个中间人不行 这什么中间人 呃不 这这个第一个第一个是我自己认识 然后第二个那个中间人他是做 呃就是也也也是也是做生意的他 就是我跟他就是偶然认识的 什么偶然然后他是认识 什么渠道认识的 就是 呃 呃 呃 这怎么说呢就是不在不太方便说吧 他就是不好的渠道呀 所以把搞的都很low啊 你这要是你这要是你这要是你你是在上学吗 啊对对对 你正常学校里面的学生或者干嘛的一起认识的干嘛 应该不会这个样子的 那那我应该通过什么渠道认识 你你不是YC 不是YC 你多出去跟YC反而不会这样 懂吗 YC反而不会这样 YC你谈这种这种小价格的话早都谈下来了 你还看不上人家YC 人家YC看不上你这 那个什么玩意儿都看不懂 你你们这种就找你们的学姐啊 这个那个的在外面混的好的让别人带的你都比这快的多 那除了这个渠道还有什么渠道 没了 只能通过人呢人带人呢就是这么带呀 就找混的好的学姐带的 是啊如果你是如果你是什么网上认识的这个那个 那人家肯定一上来在西班牙 那我直接就跟人家学姐就直接直接谈这个事吗 那人家 那你让人家叫你男朋友给你安出 就是然后就跟别人玩啊 然后跟别人把关系搞好 人家要带着你玩才行啊 OKOK明白 那我第一个那个人我就直接跟他就提 下一次 要直接先要不要的话你就可以掉头走了 不给就可以掉头走了懂吗 好的就是他他不管有任何借口他不给我弄叫他走 那他他如果给了给了给给了另一半呢 然后我我是跟他说把剩下几 你跟他说你说你以后每个月必须月头给我 而且不能给一半 几号说清楚 是很温柔那种撒娇的语气说还是说就是很严肃的说 正常说 就你现在这个语气 OKOK OKOK明白明白 然后然后那个第二个那个他说第二个那个就就就就直接就放弃了是吧 就就直接换下一个是吧 你就是他他就是不接受他就考虑一下就是他不接受 OKOK明白明白 好的好的 然后然后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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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之前我之前是在有做过一段时间直播 然后呢就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是那个直播间的那个 能不能就是转化为我的 当然可以啊那个是让他在直播间先刷到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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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然后是大概刷到几个 这个没有大概大概刷到多少 你要做之后的话我就建议你们好好做 没有个不下个什么几十个就不要见面这就是我的建议 OKOK行行行好的好的嗯嗯好的好的好嗯好谢谢啊 嗯哎我这个牛肉干你给我看到外卖没有 哎呦外面这些鬼男的真的看的蛮烦你知道吧 又要跟别人谈假谈个什么哈哈哈哈给一半真是恶心死了恶心巴拉的在那 我听着他觉得很恶心 恶心巴拉的呢 什么给一半什么输得出口怎么干的出来呀给一半是让你一个月给几十个W了吗给一半 在外面在外面找找小女孩这次忽悠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真的是忽悠他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女孩知道吧 我跟你说像他们这种没见过世面女孩你要是真的有遇到那种 混得好好的学姐什么的人家一个月带你出去参加几次饭你绝都比这男的给的多 你不需要跟别人怎么样 你就出去吃个饭对不对 玩一下开开心心 别人别人那些懂事的大哥今天给你送礼物明天给你包红包不知道多开心 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经贵的关系进经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再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给个圈圈的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我再连一下刚刚那个高中生 喂我许许你要现在听到 你说 我是刚才被掐掉的那个 你不要退出 我现在刚才去复习了一下那件词 然后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小姐 ok ok 现在可以就是有一点点颜值 但是可以听到 你不要退出啊 然后呢 就是 我的情况就是就是啊 然后我学习很好 然后我前面已经知道了 你从六个W开始说 你从六个W开始说 现在可以吗 那个就是 我现在就是觉得那个 就他就是你说那种还分着给的那种 我就是觉得是 还是忽悠我没见过世面 我就是想找那种 就是 就如果是狗带哥的话 我就想找那种 能给我更多的 就是因为我下半年要去就是 考完我就去上海 就我目前呢 遇到这些是因为我这个圈子没打开 我平时时间都在学习 我就是 空闲的时间跟这些人聊一聊 就我就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包装 什么桌子媒体 没有办法就是现在就很有限 然后才遇到这种 给五个或是六个的 然后 然后我就想到 对我 但是我的情况就是虽然我 就是 就身高包括这方面都可以 然后学习和认识能力也可以 但是我最爱的 bug 就是我的原生家庭稀烂 就是稀烂的一个程度 所以就是 我也不考虑婚恋 我就是想 搞你 但是我就是 我不知道我 我找那种 比如说我如果拿 每月十个的这个标准去找 会不会就是 有点多或者什么的 因为 就我看你平常直播间说的那些吧 就是那些给很多的 我感觉他们都是 比如说已经有自己的收入 已经在工作的 或者就是家事比较好 我的最大的两个痛点 就是一个是我是学生的 而且我是可能到时候才大一 我就是一个 学生 第二个就是我就算有钱 我没有办法去包装自己 我没有办法就是 就你说就是不要搞那些 就学生的话 但是就清净纯纯的那种 简简单单的 就我 我可能还没法包装自己 第三个点就是 我确实也要生家庭稀烂 我没有什么就是 嗯 就是 我不太有这样的一个就是 就我可以去开口 我也觉得我能开口 但是我就觉得我没有一个东西 能支撑这个 就是我去找更多 比如说然后每个月给我 十个朝上的这种 没有啊 这种情况 你让别人先帮你把这几年的 学费付了呀 你不是马上上大学了吗 嗯 对是 这个这个很简单 这个国内的就不多 我当时还是有打算 就是说 他们给我的钱不是很多吗 我可以拿这个去 我再说一遍啊 嗯 说米听得懂吗 可以哦 对对对 他们给我很多米 所以就是我还可以拿这个 申请 留学什么的 我就是这样子可以申请到 很好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 我能我能够到一个那种 比如说英国top级别的那种 就最好的两个大学 我就不说明 记得我有很多朋友也在那边 就是牛津链桥这种级别的 嗯 但是我这些就是缺钱 缺钱 但是我现在就是可以考虑就行了 就是 嗯 就就 我的这个痛点还是就是 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这样一个 水平我在一线我找到 我在一线我找够 有够多少的 就是 就我把这个目标定在哪 是比较现实的 我跟你讲了 你就以上学为由头 让别人一次性给你把大的拿出来 你再跟人家好 嗯 就是 你觉得一次性拿多少比较合适 你需要多少费用 你就直接要多少 以这个为起点 这个就是合情合理 我我之前要过一个 他就说 他怕到时候人才两空 意思就是 嗯 到时候 看着给 那就是这个人不行 没有大的 就不要跟他搞 嗯 就 就是你觉得就是这种 每个月给我六个的这种 嗯就是 就他算是在 比如说西班牙或者帐不便宜吗 这种情况 因为他就比我大个十几岁 你谈过恋爱吗 还是 嗯 我没有 因为我之前 你没有谈过恋爱 我全部都是在正经学习 你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看过你的经过的关系 对 我看过你的经过的关系 我就是 在学 在人生的学这些 东西 你现在开始别说话了 我跟他们 你现在开始别说话了 你没有谈过恋爱 的原厂设置 你出去找这种围城内的 比你大十加二十岁的男的 一次性要一百个都不为过 这就是我给你的标准 所以说低于五十 谈的不谈 听懂了吗 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月六个的 一个月六个 那都是一次性的 那等于就是一次六个 听懂了吗 嗯 那就是我 我也遇到过就是那种 就比我大 比如说 假设二十 但是他是那种 就是单身 就是这个还是那种 就离异国 还有娃 这种 他想跟我谈恋爱 我当时觉得 嗯 我就觉得 你大爷 你脑子没问题吧 就是 就就 不好意思啊 这位小姐 我不能容忍 你在我的直播间 第二次连麦的时候 从而到为 反复的在跟我说 违离啊 而且你也有严重延迟 好吧 今天你这个卖我不脸了 今天你这个卖我不脸了 你反复的在说违规词 我真的是 我已经无语了 好不好 我已经无语了啊 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 这个高材生是怎么可以 就是 脑子到这个地步的 我我跟你讲一下 好吧 你不要再上来脸了 我跟你讲了 你是一个高材生 你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女孩子 这个就是你的优势 你接下来要考到上海 你到上海 你也会有很多机会 我告诉你了 找大哥的唯一 衡量指标 就是 一个大哥 一个你在一起 他直接能够给你到 50到100 那么再来聊 所谓的每个月多少的事 每个月五个也好 十个也好 不重要 他说五个就五个 他说十个就十个 他说几个都几个 就都可以 但是前期条件不能够 没有 就是50到100的这个 一开始的这个条件 必须 有 然后才有后面的 我告诉你的方式 就是让你最快的能够 真正的够到一个 能直接把你送出去的人 否则的话 到时候你就是说个不好听的话 被那些老爹爹 一圈一圈的完遍了 到最后什么都搞不着 听懂了吗 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 不要什么今天上来 这个六个W一个月 那个四个W一个月 这个什么 那个东西都叫一次性的 你但凡搞这种事情就漏完了 那你所有的这些学历的光环干嘛的 我我原来学习好这个那个的就全部作废了 听懂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你既然已经在一个代价而沽的状态里面 那么一定要往高了沽 懂吧 什么样的人他最值得让别人出高额的 价格 其实他跟本质上我们就购买一个商品没有区别 就是越难买 我才愿意为这个东西付出更高一价 不要上来跟别人搞那个一次性的 不要搞那个一次性的 明白了吗 什么上来一次多少 一个月多少 这种东西说了都没用 说了可以啊半年 对不对 他不说六个W 六个W一个月吗 OK啊 那六个W一个月 六六三十六六六 六六三十六 那半年也有三十几个W 也就是说三十几个W也要先出来的情况下面 你才能相信他能够给你六个W一个月 明白吗 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的 你要有一个大件先抛出来 如果没有这个大件先抛出来 他后面给你所谓的一个月多少 这个东西持续不了多久 啊持续不了多久 好吧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 呃 没有看过金贵关系 没有经过金贵的社群 或者是要找我们一一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 将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跟你们给个圈圈的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思路啊 下播以后一一 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人家现在就缺米 要出国 我告诉人家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能让他出国吗 有米才能让他出国 这个才是最实际的 他出国了 他哪来的生活费 哪来的学费啊 哈喽你好 你好 喂 哎你好 哎你说 啊 我刚看到前面还有两个 马上就到我了是 你说 嗯 我这边 我这边是一个 二选一的一个问题 去去帮我分析一下 到底学哪个 嗯 我先说一下 我 哎我听不到了 我听不到了 可以听到吗 啊你说 啊 你说 不要退出啊 你退出我也听不到了 哈喽 啊可以可以 现在没有 不是拿了稿子 是我 去编辑了一段文字 不要退出 不要退出 退出也听不到了 啊 啊 这个帮你去退出 就听不到了是吧 对 嗯 男A呢 是这么个情况 男A是 他是那个 学历是个硕士 然后长相 也比较是我的菜 然后他那个年薪 大概是50左右 然后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我们是大四人似的 然后嗯 就是反正又一直在一起 已经快十 没到十年的快了 然后就是因为他过程当中 因为可能比较call吧 然后学生时代是因为他没钱 然后工作了又是因为买房 所以我们就一直因为这个钱的事情 就吵架 然后呃 最后一次落斑是因为嗯 他彩礼的时候 他那个讨价还价 家里人帮着他一起讨价还价 说能不能少点什么的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我就呃 落斑了 斑了之后我就自己找了一个币 呃 因为我实在跟对这个男A 我特别喜欢 但是我就知道我放不下 我就自己找了个币 找了个币是我们公司的 呃 公司家庭条件不错 大概呃 父亲的话是一个体制类 加那个做生意 然后一年大概能挣个 大几十万 然后他自己的话呢 是一个就是呃 是个美院毕业的 我觉得美院毕业的感觉有点傻的样子 但是呃 他我强迫他考公园 他也考上了考了一个预警 大概年薪二十家吧 差不多 对 然后 他唯一就是性格感觉不是很好 所以因为我性格不好 所以我的性格要求比较高 我之所以喜欢男A 是因为他最不少没脾气 不知道是他不在乎我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我怎么做他都没脾气 对 然后这个beat他就有点脾气 有时候他也会跟个女孩子一样 跟我计较来计较去 争输赢 没争成输赢 还来还来一句一句话 表达一下自己不是输了 而是因为我不想跟你争了 他他属于这种 我跟女孩子一样真的是磨死我了 我觉得这个 但这个男孩子他付出意愿还挺好的 就是节假日的时候都会有礼物 然后我们两个稀里糊涂 被他爸妈跟我爸妈催着结婚 然后就把那个三斤啊 什么东西都买掉了 买的都是最贵的 然后那个他爸还给我加了好几个 加了好几个首饰 对 就觉得他付出意愿还不错 就刚开始谈恋爱 他就会把工资卡给我 但是我觉得我爸妈都挺满意的 因为他对那个父母亲 就是节假日给的礼物 什么宴物啊 什么都挺到位的 但是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呀 就问题在这儿 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好像做的都挺好 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但是为什么 我觉得就很磨我 就是很 因为你痴情是价值 你痴情是价值 你要人家哄你 拿嘴哄 你要人家拿嘴哄你 让着你 他就是个大直男 所以你不喜欢他 因为他不哄着你 他也不让着你 但是他麻你 没有 他其实挺浪漫的一个 因为他就是太阳星座双鱼 他搞各种东西还挺浪漫的 我甚至觉得他不务实 就天天给他画饼 我说让他考公园 他说可爱可爱 我考上了给你买房 什么玩意的 也不行动 硬是被我逼着考上了 就是 那人家不还是考了吗 那人家不还是考了吗 你跟我说啊 你实在是不喜欢 就一个人已经做到很好了 你也知道 但你依然不喜欢 那么就是你真的不喜欢 如果你说你不喜欢 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 你说我不喜欢他 我就是不喜欢他 这可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就好像我不吃香菜 我一口都不吃 那你们把个香菜 说到天上去 我也不会吃啊 对吧 那我不理解他这种 就是家境也不错 对不对 这为什么就是 行为方式都很小气 跟个女孩子一样 这有什么不理解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呀 每个人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呀 然后他还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 就是很奇怪的行为 你帮我解读一下 这是什么行为 就比如像 就我跟他分手 分手 分手就分手嘛 好好说嘛 然后他就会不走 因为贼不走 或者说就是那种 就是很夸张的那种 感觉又用了他命的一种反应 还甚至就是 还在那边解释 就解释的一些都 我不喜欢听的话 我就 我就直接就就就就就就生气了 然后他就开始打自己 打自己 他居然打自己 你知道吗 打自己不打你吗 他不打我 他他就是打这个 打这个给我 就很神奇 我很奇怪的一些行为 就是情商低嘛 这男的情商低 急 他一想跟你说什么 他就急 他一急 他就最后 他又不能打你 他只能打自己 就是就这样嘛 他不愿意认错 不愿意承认错误 然后又着急 又不想掰 然后最后 他就自己很混乱 就很暴躁 就这样啊 其实就是对自己 觉得很无能 就他觉得自己又很无能 他觉得他已经做了 他能做的 那这种人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 那倒也不是 他打自己 我都觉得 不是有的时候太急了 就是因为你也不是个什么好人 你知道吧 你老是喜欢跟人争个输赢啊 这是你的脾气啊 你会给人窜伙的 你也会给人窜伙的呀 那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 那倒是 这个我承认 这个下面这个也改一下这个问题 你窜了火 那他可能他又不能揍你 他就能打自己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呀 还有一个问题啊 曲奇啊 就是那个 你这个恋爱期间 怎么花费这个问题 是怎么界定的 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叫大方 不太好界定 总感觉 基本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共同支出 都是他在支出吧 大部分是 但是他后面怎么就要求我来付出 就是比如像这次饭吃完之后 他就暗示我 下次来请我吃一个啥啥啥啥晚饭 可能是不是因为你一直都不付出 你一直都不付出 应该是 应该是的吧 这是你一直都不付出 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说就必须就是说 女孩子就是 正如你那个直播之前 我看视频说的 就是请吃饭 就是最大的极限 不能再多 多了就浪费了我考察的机会 所以明明就可以就是 就是叫什么 我不给他付出 然后看他付出一元 然后再看他这个人合不合适 那你是 你是不愿意付出的情况下 人家也没嫌弃你 人家不是还要给你好吗 那你还管这些干啥呢 你也不用去衡量 他大不大方 反正人家工资卡都上交 你有啥大不大方没 好吧 原来就是 反正大不大方 就付出一元还是有的 就你上网来是吧 因为他有奇奇怪怪的 喜欢也可多了 就买个手机也要分期 就很神奇 怎么会有这种 不理解的 我也不理解呀 你从来问到我直播间来了 我怎么理解呢 我买病历都不分期 你问我这个 你真过分了 这超刚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们能不能不要拿这种问题来为难我 我这求求好不好 是不是就是说 他是没钱还是空啊 或者是什么玩意 不是 就每个人消费观念不一样吗 那我不知道呀 人家也就是个普通工薪阶层 对不对 他想分期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吧 也没让你花 好吧 我之前加了另外一个类似的群 然后我问了这个问题 他说 这种很明显就很抠 这怎么能说是靠人家 这就挣就挣那么多 人家想买个东西分期 有什么问题吗 好吧 可能是我有点上纲上线了 我对这些东西都特别敏感 每次他有一些小的一些细节 我都会上纲上线 再见 谢谢你的支持啊 感谢你的知识 喜爱啊 拜拜 拜拜 我真的 问我为什么买手机要分期 我就说了 我今天一上了 我就说了 那个一个月三五圈的问题 我回答不了 你们不要回答我好不好 我真的 哎呦 急死我了 怎么那么事啊 哎呦 我一直觉得 一个男的只要他把公司卡都上交了 我就觉得这个事他就没毛病了 知道吧 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婚礼官司里 一个男的探肥 他把公司卡都上交了 我就觉得这已经就是可以了 没什么大毛病了 还能有啥大毛病呢 对吧 最多再看看他能不能承担一些家务咯 对不对 他能不能听你的话咯 虽然说嘴巴上不搞 但是行动上还在做 那也可以嘛 那你不能要求 每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 他都把情商方方便便搞得那么高级 我跟你们说 那个能用高级的方式来交流的人 他早就不混在那个层面了 知道吗 一个人他如果他交流真的情商非常高的话 他早都已经超过这个世界上95%的人了 他超过了这个世界上95%的人 他有什么理由还挣那个工资 对不对 他怎么着 他也他也他也出出现了呀 是不是 照顾你们有的时候啊去些小破店 然后呢 觉得别人服务态度很不好 这个那个的你有没有想过 他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智慧 他才今天只能一直在这个地方做的 知道吗 他还是方方面面的 他的智慧他方方面面的 他的情商都那么好 那么圆滑的情况下 那么高级的情况下 他不是这个水平了呀 他不是这个地方 你就看不到他了 对不对 说来说去就是不喜欢 他不喜欢那个男的 他喜欢前面那个男的 来 他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 他一挂马上回归到一万人 哈哈 他一挂马上回归一万人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总要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你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金金贵的社群 找BV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们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下播以后一回分你们 来下一个 哎呀 我那个牛肉干 他可找不着 我 那么贵的牛肉干 给我找不着 我最后只能吃锅吧 哈喽 你好 你好 哎 去去好 那叫什么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碰到一个男的 然后他是95年围城内 然后我现在知道的是 他家里那位是有了 然后我猜测大概是 五六个月左右 然后他提出 给我EW刀一个月 因为我们是在北美这边 然后他说 这是他能接受的最大限度了 然后我现在是在读留学生 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全累 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过 我们见了大概两三次嘛 然后我现在暂时觉得 他提出的 我觉得我还是不满意 我刚刚听了你的直播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想要提出 他一次性 先给我多少线米 比如先给半年 或者三个月这样子 然后我想老师 如果他给不出的话 你觉得我是直接把这个男的 就是不要接受他了 对吧 关键在于你对于米的 渴求程度了 嗯 是的 我想是如果他给不出的话 我想最起码先收个大概 EW刀的礼物吧 你觉得这个礼物价值 可以提出的更高吗 然后还是说 这个男生太年轻了 才能 我跟你说 因为这个男生太年轻了 知道吧 这种年轻男孩子呢 反而啊 反而跟老油条还不一样 这种年轻男孩子 提出一个W一个月 他还有可持续性 他还有可能 他还有可能想持续 但是我 我觉得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跟他 可以先拉长一下 前面的时长 先以 就是说 没有发生什么的 这种关系的 这种相处呀 我觉得先多相处 就是先双方制造出 那种恋爱的感觉 最主要我觉得 他 他很急 我们见了这两三次 我见了二次的时候 他就已经 提出说 要给我EW一个月 他急 但是你要尽量的 去拉这个节奏啊 那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 那你就直接说了 你说那我觉得 你要先给我 送一个礼物 你说那我还是要 有仪式感的 你说我也不想 这个事情变得 那么的赤裸裸 收获费我是要的 但是你还是要 有一个礼物 来表明你的诚意 你也可以这么聊 对的对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他和我一直是 装作 他是单身的 然后 但我一开始 是只知道 他是有女朋友的 知道他是在 恋爱状态中的 然后 但是 我知道他有女朋友 我也没有跟他挑明过 但上周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他突然就和我们 一个共同朋友 透露了 说他现在已经是 围城内 并且 家里那一位已经有了 然后我就觉得 我不想跟他挑明 这件事情 徐徐老师 你怎么看 你觉得我应该 跟他挑明吗 还是说 我反正觉得我是 如果不挑明的话 你就更有理由 可以去拉长 前面的约会市场了 嗯 因为在你们的眼里 看起来 你们应该是 正经恋爱关系 对吧 嗯 对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 好 你们拜拜 你们可怜谁呀 你们这到处瞎可怜 我告诉你们 这男的 他现在已经憋疯了 懂了吗 他憋疯了 他不找这个 就要找别的 他他已经憋疯了 真的 这男孩子 他已经憋疯了 你们没看出来吗 他说他好急 好急 他好急 第一个月就开始 第一次就开始急 第一次见面就开始急 急死了 到底谁缺德 哎呦 男人就这么个生子 但还是个有你的男的 那怎么可能 他还能让自己挂空档 他能让自己挂空档 等你 等你几个月 根本不可能好吧 真的是 想都别想 他无非就是说 去哪个场所找 的问题 或者是什么平台 什么方式 什么场所 哎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 昨天点个关注完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没钱的也一样 算了 我不说了 免得你们又恨死 恨得牙痒 晚上回去看旁边的老公 看着不爽 想拿高跟鞋敲他脑袋 别啊 我们要 我们要理解人性 接纳人性 还爱他 好不好 我建议大家对自己的老公 用那种无条件的爱 好吧 我们建议大家用无条件的爱 包容你的这个对象 什么叫无条件的爱 就是 在理解人性的情况下 在充分认知他的情况下 再去爱他 不要爱你想象中的那个白马王子 然后一旦 一旦想到你旁边这个男的跟你想象那个白马王子不一样 你想踹他两脚 你每天看着他 你就觉得我怎么找了个这种玩意儿 是吧 然后你脑子里每天在构思一个特别好的男的 然后你想到你们之间的他们之间的差距 你想揍他 这样不行啊 这样是纯属自己跟自己共事 好不好 你们问我会不会同意自己的老公找 我说了吗 我没有原则 我所有的原则都有价码 懂吗 我没有原则 我所有的原则都有价码 你们充分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了 我是这样的 我要是我首先第一点我就不会去查 我也不会去看 我压根我也不想发现这个事 如果发现了 如果一不小心发现了 那么就要拿相应的价码做平衡 我是不会主动非常主动的去挖掘这些事的 因为我也很忙 我也忙得很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 总算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一一 或者去预员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下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撕我 我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但是啊 我也跟 我也劝调一下各位男同胞啊 如果 你们在运期啊 在外面搞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 我不管 你家里那位有没有我们这么灵啊 能够发现或者怎么样 我就建议你们的多多少少 还是有点愧疚心 好吧 抱着这个愧疚心回去呢 该给老婆做羊 没给老婆做羊 没该给老婆做商业 给老婆做商业啊 该该 该帮老婆按腿 就帮老婆按按腿啊 因为蛮多人怀孕了 那腿都蛮腹肿 知道吧 别在外面搞了个乱七八糟的 回去一点愧疚心都没有 一点补偿 动作都没有 这就很不人性化 是不是的了 你前面 你该 你乱七八糟的事你搞完了 你回去 你该做的补偿动作 你要做好 对吧 虽然人家不一定知道 但是你自己内心 你要有感衬啊 做人要心里有点个大波一数 不能太没数了 没数了 你以后放飞自我了 你们那个婚姻肯定是保不住的 啊 我就跟你们讲一下 等下一个 哈喽你好 喂 哎你说 听得到吗 嗯 你说 我是这样子的 我是01年双飞本科 今年6月毕业 然后现在500强日期实习 毕业转正 然后平时兼职钢琴老师 嗯 家庭普通 父母是扯快乐症的 外形属于乖巧 可爱类型的 性格活泼 外热内冷 然后呢 对方是 65年的大苹果 几几年 几几年 嗯 几几年 65 65 对 你刚刚说你几几年 01年 哎我的妈呀 其实你这是在 你这是在养老院挖的个爹呀 哈哈哈哈 你这是在养老院挖的 但是他保养的挺好 但是他保养的挺好的 就是50几把开盘上去 然后 然后就 嗯 然后就是上周四的时候 上周四晚上 十点 多的时候 嗯 就是有个姐姐组了个局嘛 然后就大家 喝酒啊 吃夜宵这种 然后就认识了这个大哥 然后后面吃完夜宵 就把这个大哥送回了酒店 然后呢 没有 嗯 该任何事情 然后我就回去了 然后在酒店里面 他跟我说 他让我跟他在一起三五年 然后给我资源 然后给我什么一步到位之类的 然后说我盼着他是可遇不可求的 让我抓紧机会 然后 然后他说他不是生意人 不会骗我 然后后面第二天就指 他说后面第二天上午带我去国金购物 实现我的第一个愿望 然后当天晚上就是我很害怕 然后我就叫跟我闺蜜了 然后我说那我叫我闺蜜一起 然后他说可以 然后后面第二天我们就去国金 他给我闺蜜一共买了一个W 然后中午就吃了一个饭在国金 然后下午他就去开会了 他下午两点钟开会去了 然后后面我说那那我那我 我说我再思考思考吧再说吧 然后后面就微信上保持联系嘛 然后他说让我那个520这个双休止 就去厦门找他 然后然后我说我那个最近毕业 然后事情多不太方便 他说那他就再下一周双休止来 上海找我 然后不过520这样子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 他来找我的那一周 不过520的话 我要怎么跟他相处 怎么安排流程 你还想着怎么跟他相处 怎么安排流程 你还在上学啊 嗯就是6月份毕业 你我建议你啊 你要是真的想走 你想跟你现在已经动摇了 是动心了是不是 不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就是其实可以步也可以 那就不要压节奏 压节奏 沈他他一直想找你 你想找你就说 你就说那我现在马上要开始工作了 你说我想买个车 我干干嘛 就说这种 哦 你至少要有个大眼的啊 哦 那那那我要跟 他说让我不要跟那个姐姐说什么的 那我能说吗 或者就说 要怎么跟这个姐姐相处呢 你不用 他说要你不要跟这个姐姐说 你就先不跟这个姐姐说 你继续跟这个姐姐好好玩啊 这个姐姐认识的人多 你让这个姐姐继续给你带局啊 哦 嗯 嗯 那就除了要车的话 还能要啥呢 要车就是比较容易 因为这个数字也比较好把控 什么样的都有 你还你还想要啥吧 说说你的想法 我看看合不合理 嗯就是 我想弄一个艺术机构之类的 啥 你让他给你投米搞事啊 嗯 你做梦吧 不是别的啊 你一天的事没干 你干了必赔 啊 干了必赔 啊 干了必赔的事 你不如直接要车 哦 那他属于哪种类型的男呢 毛类型 这这这这花里一个大不了 看不出来 因为那天就是我很害怕 我就把我那个闺蜜带去一起 就是让他就是就是做了一个 起到了一个空场的一个效果吧 走 嗯 你想表达什么 那就是 嗯就是就是我不清楚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你做什么你不用做你就等着他找你就好了呀 做啥呀 哦 我就等着他找我 对啊 你要做啥 你要做啥 哦 好那那行 嗯 嗯 还有你吗 我没有 嗯 好吧 嗯 你们还要做啥 你们还想主动啊 有毛病啊 这 显得没事干嘛 是骂别人不知道 你没遇到过有有米 有米的男的 这骂别人不知道 是吧 你搞不到 真的是 哎 哎 他没有关注的吧 昨晚点关注 第一次去国庆购物 那男的就已经看出他的水平了 知道吧 但是呢 一个W要了没毛病的在哪呢 没毛病的是可进可退 说白了就是 我要这个东西 我可以当做就是一个简单的礼物 没有任何的想要跟你发展的意愿 我接受这个价 价格的礼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 一到三个W的东西都不 就是像他们这种差距的啊 一到三个W的东西随便说 无所谓的 就不一定 不一定非要跟别人怎么着的 哪怕是三五个W的东西 其实收了也无所谓的 也不一定要怎么着的 但是再往高了 那就预示着 你一定是想明白了 你要是没想明白 你这么搞 那别人肯定就不高兴了啊 不能生娃 还有必要结婚 结婚是结婚 生娃是生娃吧 我觉得 好像也不是一件事啊 嗯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 总而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 要学习金贵的关系 进金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再点开到 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给你给个春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思 我们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来下一个 哈喽 你好 哈喽 可以听的 我大家说一下我的基本盘 我32岁 然后跟你应该是校友 然后呢 我自己现在是 6年前扯了快乐症 然后呢 换了个城市 带了个娃 6岁 现在就是在大苹果里面上班 反正整体就是还可以 就是我觉得 有了快乐症之后 反正过得更好了 然后呢 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我之前可能的心态上 就是有点受伤害嘛 然后就不太敢开始 我现在就想重新再开始了 重新再开始呢 当然我可能不像姐妹们 就这么有惊讶 平常就是个工作狂 所以说 我觉得可能在雄劲方面 我可能还比较努力 但雌劲方面就没有很努力嘛 所以说我现在再开始想 哎 我想找一个我喜欢他 喜欢我的人 我就发现呢 有那么点困难 一个呢 就是我有点侄女啊 这个可能要提升 那么我发现就是 愿意找我的 愿意跟我再接触的 都是弟弟 就比我小一点的 那不有什么 这个这个是我 对他没有 我也蛮乐意的 只是呢 就可能我能力有限 能力有限在于什么呢 就打个比方 以我最近接触的一个人为例啊 但我是有框架的 就是说 因为我其实 就是出生还行 父母也 也都是苹果类的 就反正 也不缺啊 就是父母也都是 也跟你是校友 是吧 父母也还行 所以说 我还是有框架的 比如说 他不在我框架之内的 我可能也不想跟他接触嘛 那么其实这样子 一除下来 我就发现 在我框架之内的 又愿意找我的弟弟呢 开始还是蛮开心的 就是接触下约个会什么的 后面呢 我一般也会亮身份 我说啊 我什么身份是吧 就是一个过往情况 也有人不介意 但是呢 就以我最近 就是遇到个问题啊 想请教你 他是什么情况呢 他是我 现在这个城市在赌博 然后比我小个四岁 三岁 小三岁 完了之后呢 其实两个人还是可以 就是我觉得还是谈得来 但是我就发现这个人呢 他是那种做技术的 做技术 也是苹果类的 然后做技术的那种嘛 其实我觉得 他就是雄劲方面 跟我是匹配的 但是呢 他就比较木头 我其实也很木啊 然后就很难推进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搞一次约会啊 就两个人都 就首先我搞不清楚 他想不想继续搞 接我啊什么的 然后 对不起 对不起 就是想不想再见面啊 想约会什么的 然后呢 我其实如果说 跟他出来了 我也很紧张 我也我也不知道 去怎么聊 不别个 就是有贼心 没贼大 所以当然 这个是一个例子 我最核心的问题 想问您 就是我要是再找一个 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就避免采来钱 就是前提是 在我框架之内 我当然我不知道 我这个框架的对不对 就是跟我起骨相当的 我建议你不要跟您说 你有婚屎这个事 什么有娃 你前面不要讲 你这样讲了以后 很多人他就 他就出筛 他就把你筛掉了 人家都没有 都没有 你都没有让他去了解 你这个人的灵魂的机会 你就已经被 踏死掉了 知道吧 所以有些东西不要讲 只是我们反复反复在说 知道了 然后你目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一比一 聊天呢 可以我们教教你怎么聊 知道吧 像你们这种的话 别人目你就目 不会啊 你要是我们的话 别人目就会 你怎么这么目呀 你怎么像个木头呀 哎呀聊到我了 对吧 你懂我意思吗 你说 哎呀 像你这么目的的男孩子 找不到女朋友就对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喜欢你就行了 你明白吗 就你们来不了事 来不了事 你就得学 就是这样 是 这个就是我目前 就是比较困惑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 急需急需急需 急需提升的问题 可以一一一一下 哎你们要 这些东西 你们没概念 知道吧 一天到晚当侄女 那有啥意思呢 一点都不好玩 你都不好玩了 那男的 他也就这样 那你们俩 干吧干吧干吧 那有什么意思呢 啊对 每次就干 晚上就没了 然后就下一个 然后就觉得很浪费时间 不是你们不能 烘托氛围 不能让别人觉得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哎呀很开心 很快乐 很愉悦 那你当然往后推不动了 是不是 嗯 那这个可以提升 可以学习 那像 像您说的 一开始不跟别人说 我扯了快乐症 那我什么时候 说比较合适呢 等对方 想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再说 那他会不会觉得 我骗他啊 或是 而且我有个娃 这很难藏 没有 这就是 我就是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了呀 我现在就是想 简单谈恋爱呀 但我现在 我现在是的 我我想简单谈恋爱 那我不能谈恋爱了吗 我为什么一见一个人 我就要把所有东西 告诉他呢 对吧 如果你没有想要 跟我谈论论 再打算呢 那我还跟你说 这些东西干嘛 对 那那就先 嗯 那这个是跟我一致的想法 就是如果谈得好 才考虑下一步 因为我也不想 再稀里糊涂 再进去了 是吧 对呀 对呀 你得谈得好 既然得谈得好 那么就先谈 有没有结果 那是后话 对吧 左上角是先把关系谈得很爽 再来谈后面的事 你谈的谈不爽 谈的谈不明白 你怎么进后面 嗯 那 那要是好 我们就是谈得好了 就是关于花费上面 呃 就是 就米上面 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 呃 对方可能就是跟你出来玩个三四次 他花米了 他可能希望你花米 这样子 呃 那我 我像这样子是 任常的吗 没问题啊 本来这种事情就是主动 是这样的 女生表现一点 愿意去主动承担一定的付出的这个意愿 是OK的 但是必须是他大头你小头的这个东西得把空出 嗯 有一些他会他会赢到你 花米 没事 我可以他 我可以花呀 可以呀 有什么问题呢 我总不能回会让我花呀 对不对 你花三回我花一回没问题啊 嗯 那那我那我觉得应该也是 就是因为我我没有怎么跟弟弟相处过嘛 然后 嗯 所以我有点疑惑 这个问题 就啥 然后 你们是找 你说 你们但凡是想找结婚对象的 你也不是那种财大弃租的女的 那你就让男的多花点 啊 如果他不愿意多花的男的 他就不在你的框架 嗯 那我知道了 嗯 那 呃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说 当然你可能就是比较有经验 就在这方面 嗯 好 如果说我跟对方再进入下一段嘛 嗯 就是比较正式的这种了 嗯 那那小孩子是住在一起比较合适还是不要呢 啊 小孩子本身是跟着你的吗 啊 对 我是想他跟我一起继续生活的 嗯 如果对方能接受 当然能住在一起 好 如果对方不接受 那 那肯定就没法生活在一起 那看你自己 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硬性指标 说我一定要跟小孩生活在一起 我要找到这个男的 他必须接受这件事 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当成硬性指标 因为我换问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嗯 换问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 可能如果对方就是很阴近的跟我谈 我可能也不是很想接受 我什么跟你谈不是很想接受 就是如果对方 如果如果我是一个 就是我兑换性别 我兑换性别 我就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 他有可能也不太愿意接受嘛 不是 是你的想法很重要 不是对方愿不愿意接受 你要是非要跟小儿住在一起 对方不接受 那他只能出框架 你要是能接受 不跟小儿住一起 那么这个事才有可探讨空间呢 我现在就是没有想好这个问题 就是我是 可如果不住 就是到时候看对方接不接受 接受就不接受就不住就这样了 那那这个的话 那就再看情况吧 因为我的内心还是倾向于跟我在一起 因为其实也一直跟我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嗯 所以这个可能未来也会有 嗯 是吗 不需要知道因为啊 不需要因为啊 哈哈 那行吧 那 那就是而且我自己可能 但这个是我朋友一直圈我的 就是我还想继续读书 然后他们 他们就圈我 说你你还是赶快再找一个 对 就是抓紧时间再找 就是我还想继续去读书 对 读书找有什么有什么冲突 嗯 好像也是嗯 好就这样啊 但是先堵着在这 好好拜拜 嗯 嗯 越是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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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越是这不搞米的问题 就是越是乳长 哈哈 叫什么老太婆的那个裹脚布 哈哈哈哈 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哈哈 因为是上来搞大米的故事 就是嘎碰脆 是不是 因为是些 哎呀哎呀哎 哎呀哎 大孩子 不大孩子 婆婆 哈哈哈哈 但没有关注的保持 最后一点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个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精卫的关系 进精卫的社群 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上点开 到我们首页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 所以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 来再连一个 哈喽你好 哎你说 哎你中烟 嗯 今天连麦主要是有三个问题 想听听你的意见 一个是我近期有一个 想要长期发展的对象 想问一下条件是否匹配 二是如何引导付出 还有三就是我们两个 现在都在北京 然后买房 还有财产管理这方面 以后如何操作 先介绍一下 我们俩的基本情况 我是95年的 然后是金户 金房 金车 然后名下资产 大概在1000左右 然后其中有100是存款 然后家庭资产 大概在几千 我目前是在这个央企工作 然后年收入到手 大概是30左右 男生是92年的 然后在京是无房无车 年收入是到手是80到90 然后最近在规划买房 我俩是通过那个 校友平台 对对胖认识的 然后他是家庭条件一般 但是父母都是体质内 就是不拖后腿的那种 然后想问一下 这个男生的条件 是否匹配 还行 勉勉强强 对于你来说 算一次性杯子的水平 就客观说 就对于你来说 是一次性杯子水平 就是有没有必要说 比如说 去旅长马的那种 可以啊 你多大 我是95年的 这男生呢 92年的 我觉得 可以 可以再看一看吧 再看一看吧 但是也行 就是说这个条件吧 也因为他还是有能力在的 如果说 我觉得啊 这个衡量标准 完全要在于 你喜不喜欢这个人 知道吧 他性格还可以 你觉得喜欢 那么这个事就值得去 玩下推 如果说我觉得啊 就不过如此 有点将就 那就 再看看 那就再看看 好的好的 那我也 再看看 然后 还有就是如何引导付出的问题 就是因为 我俩是二月初在一起的 然后男生付出主要就是日常消费 然后还有一些零散的小礼物 就是不值几个钱的那种 然后这两天也是发生一个小插曲 然后也算是我 呃 故意为之吧 就是 嗯 上周日的时候 男生邀请我去他家 然后因为之前约会的时候也 也提过 就是这方面要求 呃 因为我还是那个出场设置 啊 所以我说 你还出场设置啊 你快把这个出场设置改了呀 快把出场设置改一下 好的好的 然后 我是觉得他物质付出太少了 然后我就说 如果我想发生的话 小姐 你也二十八了 小姐 啊 你再两点 你 这这这我们武汉话说什么 整个砸砸手里了 你到时候 你这玩意砸手里了 好的好的好的 我是 呃 就是 反正 呃 我就是当时说就需要点仪式感嘛 就没有同意 然后 这次去之前也 还在仪式感 你在仪式感多少年了 哪个男的都没能给你仪式感 你要啥仪式感 你就应该去找个王子 给你搭个宫殿 然后 找了 就 哎呀 基本上也就不到 撑死了一W的那种 哎呀 我都 嗯 着急 然后 然后我就说 我就 我当时去之前我就问 我说 哥哥你不会使坏吧 他说 他说不会 然后后面就 嗯 反正当时就没有发生了 然后我就借题发挥了一下 然后因为之前看那视频说就是 八分棚两分杀嘛 然后我觉得我平时情绪价值给的也挺到位的 然后就是想问 就是 这次杀完了以后 包括后续的相处怎么 怎么引导他进行物质付出 你就直接说嘛 你们俩现在是已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了是吗 啊 对 那你就说嘛 你说我想要一个 你就说嘛 你说其实我还是有点胆怯的 因为我没有 过 他知道你没有过吧 啊对 我我当时跟他说了 对啊 你就说 他之前想 没什么的时候我就说了 你就说那你给我送一个 那你给我送一个礼物吧 就这样啊 给我送一个贵重一点的礼物吧 这也算是我觉得有一个仪式感这样 不往我坚守了这么多年 对不对 还蛮好的 然后 然后后来就是 我目前就是怎么说 想法就是 因为他有在规划买房嘛 然后因为我名下已经有房了 就是按照北京的政策的话 就是如果婚后买就得算二套 所以我估计他应该会婚前买 就是一方面是 买房这块怎么操作 能保障我的权益 二是 就是以后 比如说财产管理方面 因为我之前也试探过他 然后他就是 我觉得 就是婚后能不能把钱交给我 然后他说 哎呀慢慢来什么什么之类的 这些 就是 比如说 是不是必须 就是想问问取取 是不是必须把个工资卡收上来 或者还是比如说 开个共同账户 这种方式也能接受 基本上就是财产管理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可以都可以谈 也可以谈 他每个月给多少家用什么的 也都是可以谈的 你要让他 他又不是什么家庭 原人家庭特别好 人家一年挣八十到一百个 他肯定还有他的理财需求 对吧 嗯 你把米兜收上来也不太现实 可以聊 基本工资上交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部分一部分这样聊 哦 然后买房 然后买房 买房 你们是要是要婚前 要一起买吗 还是怎么操作 什么意思啊 是要一起买 还是怎么样 嗯 目前在看 然后不知道 需不需要我们家这边出钱 他目前还没提这个事 那都不一定跟这房子 都不一定跟你有关系 你怎么这事干啥 那我就是 他肯定是全款 不能全款的 就是如果婚后 比如说要有贷款的话 那是不是还是得要求 加上我的名字 那肯定啊 那肯定啊 哦 好的好的 好了 就是这些问题了 好 谢谢曲曲 拜拜 你们这些女孩子 真的好 受贞结 你们记得我那个狗的故事吗 你们记不记得我那个狗的故事 遇到那个遛狗的爹爹 说他们家的狗受贞结 你们真的好受贞结 再连一个 再连一个 再连一个来 你们太狠了 你们是怎么坚持住的 哈喽你好 你好 迷人 你好 说话 你把卖关了 亲爱的 现在可以听见吗 你说 是这样子啊 就是我 我现在是 就是做的那个 YSC嘛 我就是 我第二天就是论试他了 论试他之后 他是第二天之后 就给我发了十万块钱 后面的话 我现在跟他论是快 说米 说米 啊 十万 十万米 然后他现在就是一个情况是 他现在一个月 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要做一个项目嘛 是身体上面的 就是一个月不能上班 我跟他说 可不可以就是养我一个月 他跟我是说只能给我七 就是七个嘛 七个左右 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方向 就是关于他付出的话 我想如何就是 一下子就是弄一笔大的 嗯 疯了 你不去那么白人大梦 在这 啊 我们就是 不是不是啊 妙啊 你像这干啥 不是不是 啊 我知道就是姐姐的意思 但是他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他前两天 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 有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他想给我一笔大的 就是给我一千个左右 就是让我杀案 但是他怕他老婆发现 哎哎哎哎 违归了吗 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啊 对不起 就是他是围城的 就是怕他内容发现这个问题 呃 所以我想现在就是 也没有其他的方法 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他是骗你的 他是跟你画饼的 那大哥你认识 没没没没 啊 没 他给我转了一百三十 他 他给我两个月 两个月 你刚刚不说转十个 给我转了一百十个 他是第二天是给我转了十个 但是他现在目前给我转了一百三十多个左右 两个月是吧 嗯两个月不到 那你说一千个 让他现在不可能给你不现实 他现在说你一个月不上班 他一个月都只能补贴你七个 你怎么可能要的到什么一千个 就不纯扯 当然在这 对呀 所以我就很 因为就是我搞不定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就是在画饼 这是 这是需要 就算他不是在画饼 他也是需要时间去筹备的 我不太能够理解 他为什么要给你一千个 他需要你带球吗 嗯 没有 就是他对我就是挺愧疚的 为啥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跟我 就是他对我挺愧疚的 因为我不是 嗯 他觉得他对我挺对不起我的 就是我跟他一种相处的方式嘛 他觉得他挺对不起我的 所以他才会给我发130多个 你能够相处的方式 他觉得对不起你 对对对对 因为他前面有一 嗯 你们总共两个月 你有多对不起他呀 他觉得他挺对不起我的 就是他觉得 就是我吃了很大的亏 就是我跟他就是觉得 我挺吃亏的 然后他对我挺愧疚的 就这男的就是 这男的是英雄主义情怀犯烂的那种 是吧 嗯 也不算吧 就是他前面 就有一个小姐姐 当时他给他的小姐姐 没给多少 就是那是半年了 就给了20个左右 所以呢 他就觉得 所以他那个小姐姐 对方 然后现在在你身上找补 没没没 他那个小姐姐 是被我弄走的 我咋听不懂你的逻辑呢 你在说啥吗 就是 就是他那个小姐姐是我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在围城内 最开始的时候 那啥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是在围城内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有个小姐姐 他小姐姐的话 是在他回老家的15天之后 跟我认识的 是这个情况 那为啥对不起你呢 哪对不起你了 因为他觉得 就是我跟他在一起 因为第一 他是在围城内嘛 他是希望我找个 就是他说 我更适合 就是 找个比较刚刚进进的人 去结婚 他也没有多大 然后呢 然后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之后 他又找了个女的 他就觉得他对不起你 没没没没 没 他没有找 没有找 我妈的听不懂你说话 我好累呀 我懂 不懂 就是 对不起你 这个点在哪 啊 就是他觉得我是一个为 没有 没有扯过那个什么 但是他扯过了 所以他觉得他对不起我 艺术主义情怀泛滥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艺术主义情怀泛滥 想拯救你吧 是的 妈的妈 夜店 但他现在也挺内 就是他 他现在就是挺纠结的 就是就是他现在就挺纠结的 所以我就很好奇 这个是怎么解决 他没有 对啊 他要拿1000个W过来 如果说他 你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你想让他现在把那1000个到位呀 不是我想现在就是1000个 我也自己觉得现在不太现实 所以我现在就是 呃 想着就是因为我跟他有提过 就是靠他的资源 这种放弃 我是说 我说说 我想改个模式 我说我想去做点生意 可不可以就是让他 他跟着他去做一个 他跟我说 他说我自己其实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他说现在的模式跟以前不一样的 他说我没有什么方面的资源 他是不建议 然后他就说这个我就懂了他的意思了 就所以现在的话就是生意这个事情的话 我现在是走不通了 就是买房买车啊 他怕被他的那什么发现 那不是借口 那我只能这么说 我只能这么说 对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就是跟老师就请教一下 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搞过就是 因为我自己其实原来做的都是当生的 因为我自己原来做直播嘛 然后也做了挺多年的 就是都是当生的 但是他这一个是结构分的 所以抱抱歉 抱歉 也会承认的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这种事情怎么去聊 或者是说有什么去借口去说这个事情 你们总共才在一起两个月是吧 对 时间太短了 时常不够 你先正常这么想 他是不是每个月的付出 他都能达到一定额度 他所谓的这个1000个 才有才有下来的空间 也就是说他每个月的付出 都能够稳稳当当的 在他目前的这个付出状态下 嗯嗯 因为我是你知道说的这个我知道 就是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比较着急 是因为他这个星期 只给我7个 所以我现在有点很着急 你7有啥用 你去想吗 你7有用吗 没有用啊 所以我想的就是我跟他没有说过 他就告诉你了只能给你7 就是只有7 那至于他为什么只有7 他有可能就是玩腻了 有可能就是就不想给了 就觉得哎到到到这个程度了 我可以了 差不多了 该回归了 这都有可能啊 嗯这样子啊 对啊 这本来这男的就是表演型人格 挺表演挺演的 把自己个眼睛去了他 是的 他表现出现在对我就是挺上头了 或什么东西的 对啊 前面先大 这种还有一种路径是前面砸大米 把你先砸晕了以后 让你觉得你没有见过这样的男的 然后后面再想办法低成本吃 这种很多 嗯 不不不不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是我钱那什么东西 给的我其实也给的 比他差不多 所以这种情况不存在 嗯 为什么这种情况就不存在 因为你的逻辑啊 完全稀烂 知道吧 从来到尾讲的 我讲的个 我讲的个 说愧疚心 愧疚心 我说的个莫名其妙 什么他因为他知道 你前任给你付出了多少 所以他就不会进行低成本持有模式吗 这是不合理 因为 因为我原来不是说了吗 我原来是做直播嘛 然后我钱能跟我追我的时候 每一个男人 花了一百个月 他能够提成本持有 他也不想过高的去出价了 哦这样子 我告诉你的只是一种可能性 我没有说他一定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实打实的 就是这个月他说了 他只愿意给期 对 这个就是事情 他这个月给了我四十个了 对他这个月给了我四十个了 但是他是说就是我接下来一个月的生活类的 他只能给我七个 他前面已经花了 就这个月 他已经尽力了 但是他后面没有那么好的续航能力 前面能给几十 现在只能给七 这个就是事实 你跟我扯别的干什么呢 对 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让他多花 他没有花 就是这个情况 他有 他他有钱 有 不代表他能掌控 这是两件事好吗 你要花出来要过名帐好吗 他是给我 因为我了解过那个问题 他都是叫别人去打给我的 因为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他前面已经把他的字花了 他现在要慢慢降低了 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现金流 能够受他自己掌控 嗯 好的 明白了 那我现在 如果是说我想就是 那房什么东西的 我现在就是靠时间去慢慢的去做 对 你只能先看了 能不能 起码能保持下来 一年都能保持下来 他能保持下来 每个月都有几十个W的付出 后面一千肯定不是问题 如果保持不住 那就是我跟你说的 他要进入到低成本持有状态 嗯 好的好的 谢谢 知道了 你们要是自己自我意识这么强 就别来连我啊 我跟你们讲 我这个人就这样的 你们要是自我意识太强了的话 你就别来连我了 你要是自己觉得自己那套想法 特别牛班 你就不要来连我了 啊 你觉得你什么想不得都 你什么想的都是对的 你就不要来连我了 我不喜欢跟你们这样的对话 我都都搞不懂 我说这男的是不是英雄主义情怀 犯了 那也不是的 那是什么呢 说了半天 没说出个 所以然 两个月 你又没有为他夹娃娃 你又 你又没有 没有抓 抓他的包 又没干嘛的 他 他不是英雄主义情怀犯了 他是什么东西呢 他是 来来去去 不救这些鬼 我跟你们说 夜长时候男的特别多 知道吧 我这边好几个字 我这边有那个客户 也是在YC上班 女孩子 每次遇到些男的 来就是 我觉得你不属于这里 我觉得 你应该找一个好男人 在一起 你不是这个 你不是跟他们这些女孩子 你是不一样的 然后非要把这女的带出去 买买买 买他骂个几十万 完了以后 那女的说 曲曲 他给我买了这么多 我后面该怎么搞 我说回去上班 我说回去上班 他说好嘞 我跟你们说 真的男的有毛病 你们知道吗 真的有毛病 他在外面 什么女孩子 上班的那个 他不觉得别人是好姑娘 他非要跑到那个地方里面 去挖宝 他怎么想的呢 飞着跑到里头去挖宝 没想到人家不光挖不着 还遇到个我的客户 我的学员 然后我客户说 哎呀 曲曲 早上跟他出去逛街 买了四十多个W 晚上我又去拿了6K的小费 我好开心啊 我真的搞不懂 我这不懂 这男的就是 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呀 怎么这么喜欢劝别人从娘啊 哎呦 还有非要 非要 就是什么 哎 他他他他找了那里面的女孩谈恋爱 谈了几年 非要什么 哎呀 他要结婚了 我舍不得 我怎么办 我要给他两个亿 我真是有病 一天到晚的 怎么这么多有病的 怎么这么多有病的 我真是 服了 我我跟你们讲 真的 你们别说我们每天在这教女孩子怎么那个 知道吧 这些男的呀 他 他是个散财童子 知道吧 他是走哪送哪 他走哪个档口送哪个档口 知道吧 反正我告诉你们 就是谁技术比较好呢 谁就哎 过得比较好 就是这么简单 你们可别心疼他呀 你心疼他干啥 哎 还有些男的还搞笑一些 我跟你们讲 我以前 我知道有些男的去那个YC里头啊 专门要找那个长得丑的 哎 你说这个是不是 这听起来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们知道为什么 他说 因为他觉得长得丑的 没人点 他觉得干净 就他们这个逻辑 我真的觉得很牛 你们知道吗 哎 你们所以 你们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说男人之死是少年 我看他们 我就是 我看他们 我就感觉看一个个小猪崽子 是 我觉得我看他们 我就跟看小猪崽子一样 你知道吗 我这一个二个的 你看他晚上到底在想什么 你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能幼稚到什么地步 看不懂 他那个英雄主义情怀 跟他的那种反向思维 就是你看不懂 真的很 这还不是一个二个 不是一个二个 你后来就会发现 在YC这种地方 什么样的人生意最好 要不就是那个长得贼青春那一位 生意最好 要不就是那个长得不在地义的 生意也不错 真的 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子 怎么要点个关注啊 没有加粉丝牌 再加个粉丝牌 加了粉丝牌 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 我们每周直播三场 周二周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周四晚上六点到晚上十点 要学习经贵的关系 进经贵的社群 找我们EV1 或者是预约连麦的宝宝 左上角头 想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 小助理会在粉丝群里面 给你给个圈圈入口 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 后台撕我 我下播以后一一回复你们 好了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啦 我要下播啦 拜拜